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的第一则新闻相当沉重 伊朗总统莱西及外长阿布杜拉西洋 在搭乘直升机时不幸坠机身亡 这起事故发生在伊朗西北部 直升机撞上山峰 救援人员在暴风雪中连夜搜寻后 才找到失事现场 伊朗副总统曼苏里 也在国家电视台上确认了这一消息 白宫和中国政府均对此 事件表示关注和担忧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台湾的最新政治动态 台湾总统莱清德与副总统萧美琴 在总统府宣誓就职 莱清德在演说中强调台湾的民主价值 并指出民主自由是台湾不可退让的坚持 他还呼吁中国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威胁 并希望能以对话取代对抗 美国也对莱清德的就职表示祝贺 期待与台湾继续深化合作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反应 美国总统拜登已听取了关于伊朗总统 莱希坠机事件的报告 中国和欧盟也纷纷表达了关注和支援 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国三家公司实施制裁 原因是这些公司涉及对台军售 这一系列动作显示出国际间的紧张局势仍在持续升温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官方证实伊朗总统莱希坠机死亡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伊朗官媒迈赫尔通讯社周一报道 伊朗总统莱希与外长阿布杜拉西扬 在为伊朗人民服务和履行职责时发生事故 且已殉职 伊朗副总统曼苏里也在国家电视台及社区媒体上 证实莱希的死讯 消息指出 莱希和其他官员周日19号晚间搭乘直升机 从伊朗西北部的东亚塞拜然省离开时发生事故 直升机在临近亚塞拜然边境山区坠毁 救援人员漏夜搜索后 在周一凌晨找到失事现场 伊朗国家电视台释出的现场影像显示 莱希的直升机撞上了一座山峰 但官方并未说明坠机原因 伊朗国家通讯社称 莱希当时搭乘的是一架美制贝尔212直升机 白宫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已听取有关坠机事件的报告 中国稍早针对莱希直升机的硬着陆事件 发表声明指 中方对此深感担忧 欧盟则提供紧急卫星定位技术 现年63岁的莱希 在2021年当选为伊朗总统 被视为伊朗最高领袖 哈梅内伊 最有力接班人 追击事故发生后 哈梅内伊呼吁伊朗民众不需担心 表示国家事务不会受到干扰 此前有报道称 若莱希被证实遇难 将由第一副总统莫赫贝尔继任 并在50天内举行新的总统选举 莱希任内下令收紧道德法规 监督对反政府抗议活动的血腥镇压 并大力推动与世界大国的核谈判 2022年底 伊朗年轻女性阿米尼 因为带好头巾被封击警察逮捕 随后在拘留期间死亡 引发全国大规模抗议 随后伊朗当局强硬镇压异议人士 今年4月 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遭到袭击 造成伊朗方面多人死亡 其中包含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两名高级降临 当时伊朗指控以色列要为袭击负责 随后便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飞碳和无人机攻击 他2024年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受到诸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伊朗总统伊布拉辛·莱西被证实坠机身亡 美国之音中文网 伊朗总统伊布拉辛·莱西及其外长 搭乘的直升机 星期日5月19号 在大屋中飞越山区时坠毁 伊朗迈赫尔通讯社星期一5月20号到 所有乘客遇难身亡 伊朗副总统穆赫森·曼苏里 随后在社媒平台发表声明 证实了总统的死讯 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稍早前表示 总统莱西、外交部长以及直升机上的所有乘客都在追击事件中丧生 由于此事敏感 官员要求匿名 总统莱西、外长侯赛因·阿布杜拉西洋和和两名其他官员 当时搭乘这架直升机从邻国阿塞拜疆返回伊朗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 现场显示飞机撞上了一座山峰 但官方没有透露坠机原因 救援队冒着暴风雪在崎岖地形下搜寻 经过连夜奋战 于星期一凌晨确认飞机残骸位置 一名伊朗官员曾告诉路透社 莱西总统的直升机在追击事件中完全烧毁 不幸的是 恐怕所有乘客都已罹难 63岁的莱西于2021年当选总统 他上任以来收紧道德法律 监督对反政府抗议活动的血腥镇压 并大力推动与世界大国的核谈判 在伊朗的政治体系中 宗教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拥有对外交政策和伊朗核计划的最终决定权 哈梅内伊早些时候曾试图安抚伊朗人 称国家事务不会受到干扰 伊朗宪法表示 如果总统死亡或丧失行动能力 将由第一副总统临时接任 并在50天内举行新的总统选举 伊朗第一副总统为穆罕默德 穆赫贝尔 在伊朗总统被证实在坠机事件中生亡之前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上午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中方对印竹奥陆事件深感担忧 祝愿来袭总统及机上人员安然无恙 我们正在密切关注相关事态 并将为伊方救援工作提供一切必要支持和协助 声明补充道 中国是伊朗的亲密伙伴 中国已成为伊朗最大贸易伙伴 连续十余年 两国贸易额在2022年高达158亿美元 同比增长7% 中国是伊朗受制裁石油的最大买家 中国公司也向伊朗提供安全和监视设备 长期以来 北京在武装伊朗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绑住其实现军事硬件和战术的现代化 根据兰德公司的说法 北京还促进了伊朗非法核计划的技术和机械转让 自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爆发以来 美国多次呼吁中国利用其对黑兰的影响力 来控制地区紧张局势 但中国的表现令以色列和美国失望 在伊朗上个月对以色列发动前所未有的袭击之后 中国外交部赞赏伊朗克制 并重申战略伙伴关系 此文依据了路透社和法新社的报道 台湾总统莱清德就职演说 誓言民主不可退让 两岸互不隶属 美国期待合作 美国之音中文网 台湾总统莱清德与副总统萧美琴 星期一与台湾总统府宣誓就职 莱清德的致词分为七大重点 其中特别强调台湾的民主价值 并称民主自由是台湾不可退让的坚持 尤其此次莱清德一改前总统蔡英文的用词不称中国对岸 而直接称呼中国并强调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立场被认为比蔡英文更加强硬 莱清德在就职演说中表示 对内他将落实民主治理 建立开放政府 秉持公开透明 人民做主的精神 对外将持续与民主国家形成民主共同体 对抗假讯息 因应各项挑战 让台湾成为民主世界的MVP 最有价值的一员 莱清德说 国际间已经有高度共识 认为台海的和平稳定是全球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 然而中国的军事行动以及灰色胁迫 被视为全球稳定最大的战略挑战 面对两岸关系 莱清德称 他的新政府将秉持四个坚持 不卑不康 维持现状 他说 我也要呼吁中国停止对台湾文攻武下 一起和台湾承担全球的责任 致力于维持台海及区域的和平性 确保全球免于战争的恐惧 莱清德认为 若国家领导人以人民福祉为最高考虑 台海和平 互利互惠 共存共荣 应该是彼此共同的目标 他说 我希望中国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 拿出诚意 和台湾民选合法的政府 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 以对话取代对抗 交流取代围堵 进行合作 他并警告台湾人民 在中国尚未放弃武力犯台之下 国人应该了解 即使全盘接受中国的主张 放弃主权 中国并吞台湾的企图 并不会消失 莱清德在演说中更强调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他呼吁 任何一个政党都要反并吞互主权 不可谓的政权牺牲国家主权 中国称台湾为其领土的一部分 并表示 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来统一台湾 此前蔡英文执政八年 因拒绝中国的主张 而导致和北京的关系急剧恶化 中共更称莱清德为危险的分裂分子 称他将会为台湾带来战争和衰落 莱清德过去曾描述自己为 务实台独工作者 并曾表示 没有必要宣布台湾独立 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此次包括51个国际代表团 参与台湾总统的就职典礼 邦交国中有8个国家元首代表团 非邦交国中包括美国 日本、加拿大及新加坡等 皆有代表应邀出席 表达对台湾民主的支持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也发声明表示 美国祝贺赖赖清德就职 成为台湾第五位民选总统 同时也恭贺台湾人民 再次展现其民主体制的 强健与坚韧 布林肯表示 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间 质根于民主价值的伙伴关系 在贸易、经济、文化或民间方面 都不断扩大和深化 美国感谢前总统蔡英文 在过去8年任内 强化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关系 布林肯说 美国期待与赖清德 以及横跨台湾政治光谱的伙伴 携手合作 推进我们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 深化我们长期的非官方关系 维持台海和平稳定 台湾的执政党、民进党政府 虽然在今年1月的大选中 以超过40%的得票率赢得选举 开创了台湾民主化以来 同个政党连续第三次赢得执政权的 历史性记录 但在立法院并未拿下多数席次 导致超小野大的局面 近期因国会改革法案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与在野的国民党和民众党立委 在立法院爆发肢体冲突 新政府未来在推动立法上 恐面临困难 前总统蔡英文在卸任前 于脸书上发文 对台湾人民表达感谢 并回顾她担任总统8年来 所达成的成就 她说 我们的国家要继续前进 如果要留下一句话给台湾 我会说 我希望台湾是团结的台湾 随着赖清德的救人 中国星期一随即以对台军售为由 对美国三家公司实施制裁 将波音防武 空间与安全defense space security 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 General Homics Aeronautical Systems 和美国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 Systems等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 根据中国国防部发布的声明 对这些公司的制裁包括 禁止从事与中国有关的进出口活动 禁止在中国境内新增投资 且这些公司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 皆禁止入境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大家好 欢迎回到明镜追击 我是岳哥 来关注赖清德总统的就职演说 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赖清德 抗力及副总统萧美琴 今天也就是5月20日的上午 参加了在总统府府前广场 所举行的就职庆祝大会 赖清德以打造民主和平繁荣的 新台湾为题 发表就职演说 目前这个演说 仅就两岸关系这个议题来看 当然有外界之前预计到的一部分 但是另外一部分 现在很多观点指向赖清德 他的用语措辞是显得非常的强硬 比外界所预料到的要超出了不少 首先看意料之中的讲话 主要包括维持现状等这样的表述 赖清德在谈到两岸关系时就强调 新政府将秉持四个坚持 不卑不亢 维持现状 所谓的四个坚持是哪四个坚持呢 其实是由台湾前总统蔡英文女士 在2021年的双十讲话中所提出的 两岸关系的主张 具体来说 永远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 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 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 必须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 赖清德还表示 他呼吁中国停止对台湾文攻武吓 一起和台湾承担全球的责任 致力于维持台海及区域的和平稳定 确保全球免于战争的恐惧 以上包括维持现状 谈到中华民国的宪法等等 这是外界预计到的 就是认为赖清德有可能是希望缓和两岸 特别是安抚北京的情绪 但是在这里不得不提 赖清德另外一番讲话 他就职演说的第六个标题下面的内容 现在有评论认为赖清德是走的比较的远 第六个小标题是团结力量大 继续壮大国家 赖清德就表示 全体国人不分族群也不论先来后到 只要认同台湾都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无论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台湾或是台湾 揭示我们自己或国际 有人称呼我们国家的名称都一样响亮 就让我们不分彼此 大家一条心大步走向世界 这一句话 目前解读看上去是比较的集中 就是认为赖清德总统在这里 其实是做了一个归纳 当然是比较含蓄的 在国家下面归纳了哪些提法呢 包括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台湾 台湾 他等于做了一个打通的处理 此外赖清德在演说中还强调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主要的原因 根据中华民国宪法 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由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 所以是提到了中华民国的宪法 但是解读或者说强调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围绕着这一点 外界感到相对突兀的就职演说的内容 来看一组评论 很突出的 不少媒体都有提起 就是台湾马英九基金会 很快的 就是批评赖清德20日就职演说中的这个提法 就是直接表明台湾是国家名称 该基金会就认为等于是往台独方向靠拢 并警告两岸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 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肖旭曾在新闻稿中就指 赖清德发表将中华人民共和国 视为外国的新两国论是赤裸裸的挑衅 更违反中华民国宪法 同时表示互不隶属之说也是违反宪法的 肖旭曾还强调 在赖清德如此直接又赤裸的表态 等于往台独方向靠拢 两岸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 他质问啊 倘若美国事先执行并支持两岸情势 将会陷入极端危险的境地 肖旭曾还表示 如果赖政府不愿遵守中华民国宪法 就请修宪 不要赤裸裸的违宪 这等于欺骗国人 危害两岸和平 欺骗国际社会 5月20日的下午 我也是联系了一位中华民国派 是台湾的一位专业人士 因为事情比较敏感 他置评就不愿意说留下姓名 他提到赖清德的这个讲话 就是诈骗 这是他用的原文 而且是四骗 哪四骗呢 骗蓝 骗绿 骗习 骗美 这位专业人士大概解释了一下 所谓的骗蓝 就是赖清德确实是讲到了中华民国 现在对于一些比较老派的 老范的中华民国派来说 听到这个都是热泪盈眶 认为这个祖宗的牌位 没有被丢掉 所谓的骗蓝 其实呢 就是 独派有个默契 不是说不独 只是现阶段 因为各种条件的制约 仍然要手捧中华民国的牌位 所谓的骗习 就是说 还是提了中华民国 不会说对习近平 对于中共过度的刺激 所谓的骗美 他的解释是 民进党在统独议题上 两岸关系上 其实当然也有自己的想法 兵戎相见 和中国大陆 或者说和中国 最后硬碰硬 真刀真枪 那民进党也是不愿意的 但是要稳住美国 强调自己 在美国的印太战略第一岛链中 还是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 这位中华民国派的人士 就强调 中华民国 这一个祖宗牌位 民进党也好 赖总统也罢 接下去还会用 主要的目的就是 巩固执政权 因为有了执政权 就可以去推进 独立的工作 他举了一个例子 现在在岛内 不少外省的三代 四代 你要谈到中国大陆 谈到中国 其实呢 他都没有太多的认知 更谈不上有太多的感情了 所以时间久远 然后执政权力 政党的权力 在这个过程之中 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他就预计 再过一个generation 二十年 或者是再久一点 那其实 台湾和大陆 就是离心离德 彼此没有太多的关系 在那个时候 或者说 在某一个时间节点 国际关系有变化 特别的中美关系 如果出现变化 台湾对外宣布独立 那其实也就是 水到渠成的事情 这位中华民国派 还特别介绍 不要太把马英九 马英九基金会的话 当一回事 因为即便在他们看来 中华民国派看来 马英九 都已经是一位过客了 这位中华民国派 还特别 最后就是 做了一个强调 不管是在台湾本土 统派 独派 什么派 还是全世界 其实都很明白 如果说中国和 台湾和中华民国 打起来 最后的受益者 当然是美国 他说这个不是阴谋 其实就是阳谋 大家都能看的 很清楚 所以不要打仗 这是一个底线 习近平 赖清德 那其实也很明白 这一点 接下去来看中国大陆 一位非常知名的自由派 学者的声音 同样因为事情敏感 我在这里也没有办法 公布他的 真名实性 其实在中国大陆 体制内人士 学界人士 包括律师界 媒体界等等 还是不少人觉得 中国和台湾 差别太大 台湾就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中国距离民主 还有非常远的距离 基于这样的一个认知 所以对于赖总统的讲话 这一位自由派的学者 倾向性也是很明显的 他大概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就是透过演说来看 不同不独 其实这是台湾 一贯的官方立场和主流名义 不需要去解读 目前民进党也不会公开宣布台独 除非国际局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1949年后 台湾就已经是独立实体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未实际统治台湾 台湾和一个国家 没有实际区别 这是事实 也无需解读 所以呢 都不要太纠结 这位学者还强调 北京方面 中国共产党没有太多的办法 他做了一个解释 赖总统 演讲是用了中华民国台湾的概念 还说了两岸互不隶属 而且追溯历史 从1949年开始 这已经是事实台独了 中国大陆那没有办法 演讲中提出的 中国威胁 第一岛链 美台联合 印台战略 地缘政治 价值外交 民主联盟等等内容 都是在打大陆的脸 大陆也没有办法 最后再快速的看一看 美中两国的反应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第一时间是发表声明 表示美国祝贺赖清德就职 成为台湾第五位民选总统 同时也恭贺 台湾人民再次展现 其民主体制的强健 与坚韧 布林肯就表示 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 职根于民主价值的伙伴关系 在贸易经济文化或民间方面 都不断扩大和深化 美国感谢前总统蔡英文 在过去八年任内 强化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关系 他最后就是说 美国期待与赖清德 以及横跨台湾政治光谱的伙伴 携手合作 推进我们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 深化我们长期的非官方关系 维持台海和平稳定 中国方面 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 陈兵华也是很快 5月20下午有一个说法 就是当前台海形势复杂严峻 根源在于民进党 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拒不承认体现一个 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勾连外部势力 不断进行谋独挑衅 他说 今天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讲话 顽固坚持台独立场 大肆宣扬分裂谬论 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妄图以外谋独 以武谋独 同时就强调 台湾地区领导人 无故名义逆流而动 释放了谋独挑衅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危险信号 充分暴露了其台独工作者的本性 讲到中美美中关系 有必要再提您现在看到的这一位人物 杨洁勉 中国非常知名的国际问题学者 今年下半年就要满73岁了 当然他还有一个比较吸引眼球的身份 他是杨洁篪的弟弟 杨洁篪是已经退休的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共中央外办主任 杨洁篪在五月中旬上一周 在香港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 谈到了中美关系 他就特别提到 对于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11月份 无论拜登还是川普当选 美国下一届总统 中国政府都是和他们打过交道的 都有相关的经验 若是拜登连任呢 中国可以继续推进 旧金山愿景 而如果是川普特朗普当选呢 杨洁篪就说 中国就必须为他 可能做出与第一个任期不同的任何事 进行预估和准备 杨洁篪还告诉媒体 他的许多同事已经建议了 我们必须为挑战做好准备 而不是猜测 谁将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 透过杨洁篪先生的这个表述 前面已经提到了 一方面他本来是树叶有专攻 另外一方面他和中共的高层 那是有比较密切的联系的 透过他公开的说法 能够预估到 或者说能够看到吧 中共的最高层 现在对于川普当选总统 是没有准备方案的 恐怕没有来得及 或者说呢 是不是要再看一看 但是杨洁篪这样的体制内的智囊 智库人士就认为 不要再等了 要先做方案 从杨洁篪的这个表态来看 也可以体现 除了台海问题两岸关系之外 其实中美之间的矛盾 确实就是结构性的 很难说有短期内的改变 接下去来看一看 中共在房地产危机中 所推出的最新的举措 有一些中国大陆媒体称为是王炸 就是收处 鼓励地方主动的去收购 烂尾楼或者已经建好的闲置房 或者是闲置的土地 把它收购回来 当然现在很多细节都不明确 目前有中国的证券机构提到的 这三个问题是有待明晰 第一点 房地产收处所需的资金量 是很大的 钱从哪来 现在央行是推出了一个 3000亿元的所谓保障房贷款 那一般的估计 中国要去收购 闲置的住宅的库存 都是以万计的 现在不同的评估 不同的版本 有些是说呢 2.27万亿元 黄积帆说的是5万亿元 还有些机构测算 是4万亿元到10万亿元 等等不等 所以这个钱从哪来呢 3000亿元远不够 包括何立峰提到的 去收购闲置的土地 那对资金的要求就更高了 第二点需要明晰的 就是现在在中国 它三四线城市 烂尾楼是比较的多 所以那里收处的紧迫性 应该是最高的 或者说更高的 但是这些房子 就算说地方政府筹措到了资金 把它收回来做保障房 但是三四线城市 对保障房的需求 因为它在人口流入 产业支撑的角度 显然三四线城市 又没有办法和一二线城市的 对保障性住房的需求 那么大 所以就形成了一个 所谓的错配 也就是房地产库存的分布 它与保障性住房需求的分布 其实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 那这种差异最后会影响到 去库存政策的效果 第三个需要明确方向的 就是考虑运营成本 空置率 以及租金回报率 保障性住房 如果说 未来真的是大幅度的落地 但是它的运营收入 是很难覆盖贷款利息的成本的 当然这个恐怕八字还没一撇 现在中国所谓楼市新的去向 到底是怎么样 是不是以后就是保障性住房 像香港 像新加坡那样 大幅度 大比例 现在其实也没有人 能够说得准 现在市场上悲观的情绪是比较多 当然比较有趣的是啊 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 有一些公众号又推出了 看上去很有亮色的视频 照片文章 说当地开盘 一下子来了 很多人连夜在那里询问认购 以前是销售找客户 现在是客户找销售 现场都找不到人 看个样板间还得排队 这个楼盘不火才怪 真假假吧 你说假作真是真一假 无为有处有还无 根据留言来看 普遍的还是在打问号的 比如说有留言讲 四个中间 一个销售一个客户吗 然后还有人说 又要套牢一批不长记性的韭菜 这说明傻子多 还是够用的 一边就是中介说火了火了 买房的人又回来了 一边就是不少的网友冷嘲热讽 究竟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现在根据中国大陆 一些知名度美度比较高的媒体的报道 在一些地方确实是成交量有所往上走 比如说在刚刚过去的央行 四大新政四件齐发之后的首个周末 5月18日19日 四件齐发除了前面的收属以外 还包括降低 住房贷款的最低首付比例 取消住房贷款利率政策的下限 取消下限 以及那下调公积金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 在这样的政策的刺激之下 深圳是有中介的数据就显示 看房率 看房的人的数量 已经是达到了2018年以来的新高 而且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的成交量 是达到了2021年2月份以来的最高点 当然这个都是二手房 而在北京 根据地产公司的数据 刚刚过去的周末星期六星期天 合计两天总成交是2000套二手房 这个规模是基本达到了2024年小阳春的热度 此外部分新房的项目成交 也是出现了升温的现象 除了北京和深圳之外 还有媒体提到 在上海 广州 南京 杭州 合肥 武汉 郑州 成都 天津 西安 等大城市 都看到 卖方是所谓的火力全开 然后这些地方的楼市 看上去都迎来了久违的热闹 后续怎么样 我们也来继续关注 特别是房价究竟会往上回调一点 稳住还是继续下跌 很有看点 很多人也非常的关注 前面其实也已经提到了 现在中国房地产究竟是去向何处 所谓的新模式究竟是怎么个样子 连官方也说不清楚 所以房价是不是就此 就呈现出乐观的走势呢 着实要打一个问号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时间段的内容了 感谢各位的宝贵时间 还是有请您多评论 订阅 点赞 转发 打赏和会员支持 谢谢各位 欢迎来到我们的影视娱乐党中央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则重磅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 黄家强因为对各个黄家居墓碑被破坏事件的言论 引起了网友们的强烈不满 大家纷纷批评他的言论不当 甚至有人说他的素质和黄家居天差的别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在中国定居13年的德国网红女婿阿福 她和上海白富美的离婚消息震惊了不少粉丝 据说是由于文化差异和生活压力导致的矛盾 让人不禁感叹跨国婚姻的艰难 最后 德云社的相声大会票价大幅下降 甚至出现了打折优惠 有人说这是因为听云轩的低票价巡演压力所致 让德云社不得不调整票价策略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腾讯 5月19日凌晨 香港歌手黄家居的墓碑遭到一名男子 而亦破坏 并将其恶行上传网络 企图博取关注和流量 此事件引发了全民愤慨 网友们纷纷谴责该男子的行为 并希望警方能将其绳之于法 然而 黄家居的弟弟黄家强的言论 却让网友们瞬间猛了 黄家强在社交平台上发表了一些暗示 内地人的言论 尽管嫌疑人是香港人 这一言论引发了网友的不满 大家纷纷批评黄家强的素质和逻辑力 与其哥哥黄家居相差甚远 相比之下 黄家居的队友黄冠忠和叶世荣的反应 则显得理性的多 紧对视不对人 黄家强此前 也因碰瓷肥妈和与队友黄冠忠决裂等行为 屡遭网友批评 2019年的GD立场 更是让人看清了他的真实面目 黄家强的言行 让人不禁怀疑 如果黄家居在天有灵 会不会后悔当初带他进入这一行 腾讯 在繁花似锦的上海滩 一段跨越国界的爱情故事 曾引起无数人的关注 德国网红女婿阿福 在中国定居13年 因幽默风趣 热爱中国文化 而广受欢迎 然而 近日他与上海白富美的婚姻 却已离婚告终 阿福 本名托马斯·德克尔 自幼对东方文化 充满好奇 大学毕业后 毅然来到中国 尽管面临语言和文化的挑战 他凭借热爱和努力很快融入中国社会 甚至学会制作中国美食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 阿福与一位上海 白富美相识 并坠入爱河 婚礼吸引了众多中外媒体和粉丝的关注 婚后 他们的生活 甜蜜幸福 阿福积极参与中国的公益事业和文化交流 然而文化差异和生活习惯的不同 逐渐导致两人产生矛盾 最终无法挽回这段婚姻 离婚后的阿福 选择积极面对生活 继续追求自己的梦想和事业 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信心 他的故事 让我们看到了跨越国界的爱情和文化交流的美好 也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人生无常 和珍惜当下的重要性 腾讯 2024年5月19日 德云社演员张云雷在社交平台 发了一张大海的照片 并配文退潮了 引发了网友们的猜测 与此同时 大卖网上德云社相声大会的票价 也出现了明显下降 7月和8月 在宜春 绍兴和张家岗的三场商演 分别推出了不同的特惠票价 最低票价甚至低至30元 相比以往坚挺 甚至高企的票价 这一变化 让人不禁感到退潮了 票价下降的原因可能包括 为当地观众提供惠民演出服务 吸引更多观众以达到满座效果 以及听云轩低票价巡演的影响 此外 德云社的营销手段逐渐失灵 票价回归真实价值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尽管德云社相声大会的主力演员们实力强劲 但缺乏饭圈支持的他们无法维持高票价 只能随行就事 相声界需要更多高水平的演员和作品 而不是依靠营销和饭圈经济 德云社相声大会票价的下降 有助于相声 商演回归真实价值 也希望能刺激相声演员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 腾讯的三岩科技报道 5月20日晚间 马洪涛发布了一段视频道歉 澄清了此前 关于杭州大哥是辛巴心有志的传闻 马洪涛在视频中承认 相关录音是他凭空捏造的 与辛巴没有任何关系 这一事件不仅对辛巴造成了不良影响 也让快手用户体验受到了干扰 马洪涛对此表示 深深地歉意 并希望能够通过这次道歉 来恢复事实的真相 酒派新闻报道 5月20日上午10时 因一首诺言 走红网络的何泽小伙郭友才 在直播间向未婚妻苏畅表白 并透露即将发布原创歌曲 郭友才回忆起两人相恋的点滴 感动了在场的观众 他还感谢岳母在订婚时没有要彩礼 也不要求有房有车 郭友才表示 他一直在创作原创歌曲 并将在近日发布以感谢粉丝的支持 自从5月9日发布 诺言翻唱视频后 郭友才的人气迅速飙升 成为时下最热门的网红之一 腾讯的另一篇文章 讲述了同利亚和陈思成在三年前的5月20日宣布离婚的故事 两人9年的婚姻在520这一天告一段落 离婚后双方在商业合作上再无交集 2023年 同利亚突然入股了前夫陈思成的公司 这一举动引发了网友的猜测 尽管两人不再是夫妻 但他们在事业上依然保持互动 给予彼此支持 同利亚在宣传新电影时 陈思成带着儿子赶到现场助威 并称呼前妻为亲人 两人以一种新的方式相处 退去婚姻的外壳后 彼此的关系反而更加简单和轻松 腾讯 贾玲再次打了黑子的脸 自热辣滚烫宣传期后 贾玲逐渐消失在观众视野 引发了人们对她腹胖的猜测 然而她再次现身时 证明了自己的毅力和决心 知乎上有人问为什么 现在骂贾玲的人这么多 曾几何时 她是国民喜剧女明星 短视频平台上 充满了她高情商解围的片段 她总能在尴尬的场合 化解气氛 展现出仗义的高情商 贾玲的高情商不仅仅是 讨好上位者 而是对晚辈细微情绪的 恰到好处的照顾 她曾为张小斐发声鼓劲 面对娱乐圈的鸣枪案件 她总能以四两拨千斤知识化解 观众爱她 不是因为她是个喜剧丑爵 而是因为她是个仗义直言的女侠 贾玲减肥成功后 表示不再委屈自己取悦别人 这引发了舆论的哗然和骂声 瘦下来的她 穿上性感礼服亮相 迎来的却是更多的谩骂 观众不能接受她形象的转变 更不愿意看到 她从娱乐他人的丑角 变成了真正的自己 腾讯 5月20日 爆图磊私生活混乱的网友 发视频道歉 称整个事件纯属乌龙 并无真凭实据 该网友承认与朋友 私下闲聊的八卦为子虚乌有 并向图磊公开道歉 愿意全网下架视频 消除不良影响 并积极协商民事赔偿 5月17日 有网友发布了一段爆料 主持人图某私生活混乱的视频 引发热议 图磊回应称 已报案 并展示受案回职 他表示 会和对方对簿公堂 告到底 图磊还提到 自己和妻子相识20年 感情一直很好 妻子去年患重病 刚结束化疗 谣言严重影响了他的康复 图磊表示 一定会追究到底 这已经不是图磊第一次 卷入风波 去年7月 一女子公开举报图磊性侵 但警方调查后 发现举报人谭某 从未与图磊见面 经诊断谭某 为幻觉妄想状态 图磊当时 也发视频回应 表示担心妻子 女儿 亲戚朋友受到影响 谣言和网报 给他们带来的痛苦 和精神折磨 该由谁来偿还 腾讯 竟于年二的开播 让剧迷们欢呼雀跃 这部古装全眸剧 创下了鹅场视频 热度值的历史最高记录 并制霸全国收视第一 作为男品爽剧 庆余年二 不仅成功 剧中的女性角色 也相当出彩 于飞鸿饰演的皇后出场 带着不怒自威的气场 长相大气 雍容华贵 高禄饰演的王夫人出场 也让观众眼前一亮 端庄典雅 毛小彤饰演的北齐大公主 一身灵气 甜美可人 王小晨饰演的花魁 原梦妩媚动人 心狠手辣 王楚然饰演的角色 虽然演技被吐槽 但扮相却十分漂亮 金晨饰演的叶灵二 大大咧咧的侠女性格 与她非常契合 宋毅饰演的范若若 端庄大气 少女娇俏 李沁饰演的林婉儿雍容华贵 情绪饱满 庆余年二 不愧是一部群像大戏 女性角色也如此耀眼 每一位人物都是独立的个体 演员们共同努力 带给观众一场视觉 与演技盛宴 接下来 还有李小冉 新直磊 隋俊波 龟亚雷等新老角色的出场 实在令人期待 腾讯 明星网红金卡戴珊 最近在Matt Geller上的亮相 引发了广泛关注 她穿着银灰色金属质感的紧身长裙 展现出极致的蚂蚁腰和曼妙身材 然而 这种畸形的审美 却引发了网友的质疑和批评 认为她为了美不择手段 甚至可能抽掉了肋骨 卡戴珊 为了这次亮相 不惜忍受长时间的束腰痛苦 并在高跟鞋上 如吕薄冰的行走 尽管她认为美丽需要付出代价 但这种极端的追求美丽的方式 无疑对身体健康造成了巨大伤害 而这种畸形 审美对普通人 尤其是年轻女性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类似的情况在韩国娱乐圈也屡见不鲜 艺人渲哑因过度结石导致患上严重的健康问题 甚至多次晕倒 韩国艺人为了上镜好看 被迫进行极端的减肥 几乎每个艺人都逃不掉这种摧残 明星们为了追求美丽 付出了健康的代价 这种无视身心健康的身材管理模式 正在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 腾讯 63岁的费祥 近日发文透露母亲去世的消息 虽然心碎 但她依然为母亲的一生感到无限骄傲和感恩 费祥的母亲 毕丽娜今年已经94岁高龄 她在19岁时前往台北 结识了费祥的父亲费伟德 两人一见钟情 并最终生育了费祥 费祥曾在采访中谈到母亲的高龄生活 表示母亲因年龄较大 已不记得一些事 甚至可能患有老年痴呆症 无法与她交流 尽管母子不住在一起 但费祥安排人 24小时照顾母亲 确保她的生活无忧 费祥回忆母亲时表示 虽然她的思路有时断断续续 但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费祥的成功离不开母亲的教育 她一直谦虚低调 斯文儒雅 与母亲的感情深厚 母亲的离世让费祥感到无比悲伤 但她依然为母亲感到骄傲和欣慰 腾讯 TVB女艺人余思婷近日在社交平台发文 讲述自己在香港机场遭遇地勤人员性骚扰的经历 余思婷和闺蜜在机场用国语聊天时 听到旁边几位地勤人员用广东话讨论她们 并发表了可以去台湾的汽车旅馆车阵的不当言论 余思婷感到极度不安 最终用广东话回应了这些地勤人员 尽管事后她向航空公司投诉 但至今未获回应 余思婷希望通过公开事件 鼓励更多女性在遭遇类似情况时勇敢站出来 不要姑息这种行为 虽然经历了不快的事情 但余思婷在社交平台上晒出庆生照 展现了积极乐观的心态 网友们也纷纷支持她的勇敢回应 并祝她生日快乐 腾讯 庆余年第二季开播以来 观众们不仅被剧情吸引 更被剧中强大的演员阵容所震撼 无论是老戏谷 中年实力派 还是颜值各有千秋的美女演员们 都让观众们目不暇接 特别是剧中一位小萌娃的亮相 更是萌翻了观众 她就是王启年的宝贝女儿 王爸 小明爸爸 范贤和王启年 偷偷返回京都 悄悄钻地到溜回王家 早晨范贤一觉醒来 发现床边站着一个 输着双压计 手拿煮鸡蛋的小女孩 天真好奇地打量着她 范贤惊觉这是王启年的女儿 心中不禁感叹王启年 为何如此恋家 爸爸聪明乖巧 吃饭是因插嘴大人说话 立马跪下自我检讨 吓得范贤也跟着站起来 范贤与爸爸的互动 充满了笑料 爸爸甚至假借范贤的名义 向妈妈要五花肉吃 饰演爸爸的小演员李洛安 是导演孙浩百里挑一选中的 她的天然灵气和天真可爱 打动了导演和观众 李洛安不仅在戏中表现出色 也在短视频平台上有着 286.4万粉丝 是一位小小网红博主 希望在后续剧情中 爸爸能多次亮相 继续带给观众欢乐 腾讯 近日赵露丝凭借一组近赵 在全网爆火 展现了从仆女脸到豪门千金炎的惊人蜕变 化妆师在女明星美貌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就拿迪丽热巴来说 她的白开水妆让她宛如森林精灵 而之前的大浓妆却被全网吐槽 化妆师金贺龙以干净清透的妆感著称 能让女明星们看上去更年轻自然 杨幂在金贺龙的妆容下仿佛吃了回春丹 而迪丽热巴则被她打造出清冷美人风 令人耳目一新 金贺龙擅长保留女明星的辨识度 挖掘她们的美貌优点 使得杨子 李一同等人也在她的妆容下 焕发心眼 另一位顶级化妆师王亚飞则以创意妆容见长 珠珠的猫眼妆 张小斐的春晚妆 赵露丝的油化妆等都出自她手 她对色彩的运用炉火纯青 每次都能根据活动主题和衣服造型来改变妆容 王亚飞和金贺龙的妆容风格各具特色 但都能让女明星们在不同场合中展现出不同的美 美本身没有标准 不管是明星还是普通人 都应该勇敢尝试不同的妆容 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 勇敢自信地做自己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世界的中国节目 今天是2024年5月19号 星期天 正值周末 但是中央反腐 打虎的决心 丝毫没有动摇 而且又结出了硕果 那就是5月18号 官方宣布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 部长唐仁健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正在接受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的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唐仁健这个事情 意义非常重大 因为他本人也是20大的中央委员 现在正式宣布落马 有两个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一 20大以来 秦刚李尚福 甚至军队的李玉超 这些中央委员 仅被免职 而没有被宣布落马 当年大家都说这个情况很尴尬 你看唐仁健来了 正式宣布落马 而且免职 那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就是 他是限职的 不是退休的 正在任上干得好好的部长 唐仁健被落马 这个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 以前啊 中组部 中纪委 搞人啊 通常都是 先把他调离中央位置 回头看 查来查去 再把他们拿于马下 正在干着的 正不急的 这样拿下 我印象中是极其少见的 那唐仁健据说也是才华横溢 也非常有干劲 他是在温家宝担任总理的时候 被发现出来的一匹黑马 他也是中央一号文件 就是所谓的关于国家粮食安全 关于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的工程经验的主要起草人 中央一号文件不得了 其中主要提到什么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确保不发生规模性的范频 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 提升农村建设水平 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加强党队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这就是所谓的一号文件 起草人就是唐仁健 另外政府工作报告 他也是主要起草人之一 所以既懂业务文笔又好 是难得的人才 但是如果这次落马 说他是温家宝的余毒 在农业部被肃清 感觉有点牵强 因为温家宝都已经退出政坛 太久太久了 该肃清的流毒早就肃清了 如果到今天 才肃到唐仁健头上 有点勉强 1983年大学毕业以后 他就进入了当时的农牧渔业部 可以说农牧渔业是他的本行 然后一直在农业部门兼任要职 同时在中裁办 中央农办 分别担任过主任副主任 那2020年58岁的时候 他才正式出任农业农村部的部长 中间他也曾经两度到地方度金 分别是广西担任常务副主席 和甘肃村的成长 但是时间都很短 两到三年吧 那这个事情出来以后 海外有人分析说 这事说明刘鹤的势力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刘鹤的政敌通过整唐仁健来整刘鹤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勉强 因为我们仔细的看一下 刘鹤进入中裁办的时间 和唐仁健冲合点极少 他俩没有什么交集 另外刘鹤是习主席最重要的智囊 不错 但是刘鹤本人啊 没有能力左右中裁办副主任 这样重要的职位 这都是中央有所安排的 刘鹤新来乍到 怎么可能去安排这样的位置 那这个事情和刘鹤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那这一次啊 他人见出事 只说了结论 中央在有关的文件和正式声明里面 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信息 到底出啥事了 但是我们如果强行进行一些分析的话 无非就是这些方面 那就是他同时担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副组长 扶贫具体讲他又是农业部的部长 中央财政每年都要划出大笔的三农项目基金 三农项目覆盖范围之广 领域之广泛 汇集的人数之多 那是无与伦比的 这也给各个层级创造了大量的贪腐的机会 这个贪腐应该加引号 因为中国的很多事情 它也可能是贪腐 也有可能啊 就是本身项目操作起来 不可能这么精细 总有一些灰色区域 那在农业的问题上 它更是这样 所以他人见可能是在扶贫开发 三农项目基金方面 有问题 那这个事情可能涉及的范围和项目 有多少呢 非常广 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城乡的低保 城乡医疗救助 临时救助 这些涉能的政策基金有15类 就在这些方面 认领的资格 是不是公开公平 公正 资金波幅发放 是不是及时足额 是不是存在截留挪用 挤占私分 以及虚报冒领等等等等 或者是降低补贴标准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各级纪委 查处的重点 这也是老百姓举报的重点 因为涉及到他的切身利益 所以当巡视组到来的时候 纪委发出号召 给出电话号码 给出房间号 让大家来举报的时候 这些事情都是特别突出的 当然作为农村农业部的部长 他不可能涉及特别具体的 某村某县 某村某户 谁谁谁 资金的使用 但是这当中 有没有大型的利益集团 利益团伙 从中 通过改变政策的方式 从中受益 这都是完全可能的 这一幕已经在抗疫救灾里面 体现出来了 那就是什么 谁最发 那就是那些造疫苗的企业 做核酸检测的企业最发 那为什么前两天 马小伟也落马了 你看他当年讲的那些话 我们以为都是抗疫最需要的 实际上都是利益集团最需要的 什么核酸检查要常态化 什么要建永久性的核酸检测中心 要建核酸检测城 哇塞 现在没人敢提了吧 那都是扯淡嘛 对吧 那为什么那么提 就是后面想挣钱的这帮人 想把这个东西变成政策 变成政策以后就可以合理合法的 特别是能从中央的博款里面 直接搞钱 这都是叫无风险投资 很厉害的 所以马小伟的落马 我觉得和今天 这个农村农业部的部长 落马也有一些 异曲同工之妙 肯定是在政策的倾斜方面 可能出了大问题 当然我看了一眼 我们这个明镜新闻台 明镜火拍 其他节目的一些爆料 说也可能啊 说是男女关系出了问题 那怎么可能没有问题呢 对吧 你看这个唐部长文志彬彬 风采依旧 而且上上下都说 他是凭本事干上来的 懂专业 财经 农业都懂 你怎么让女同事不喜欢他 那么开玩笑嘛 对不对 那怎么能不喜欢呢 那个大领导 中组部都喜欢的人 你说女同事能不喜欢吗 所以这些东西 就算有也不奇怪 但是啊 不足以成为扳倒他的 这么一个最严重 最根本的理由 尤其是他还正在任上 那前几天 中央巡视第二巡视组 进驻农业部的时候 他出来主持这个会议 主持这个会议 那这样方式 这样的速度落马 给这样一个巡视啊 可以说 放到了聚光灯底下 为啥 我看海内外很多人分析 没有把这个目光的焦点 放到巡视组 他的工作方式 以及巡视组 这个组长城上 我们啊 就补上这一课 跟大家聊聊 这个巡视啊 它到底大概怎么回事 这一次的 对农业农村部的巡视 是中央第二巡视组 那组长是谁呢 组长是孔圣根啊 4月17号 4月17号巡视 这没几天啊 4月17号刚刚一个月 就把部长拉下马了 你说这个孔圣根同志 是不是工作能力很强 下手狠狠 人家在进驻农村 农业部的动员会上就说了 要把言的基调一贯到底 众生推进 翻腐败动争 等等等等 那这个事想 和孔圣根这些组长的方式 方法有关 可以说任何政策 尤其是整干部的时候 这个巡视组的主要领导干部 他的指导思想 他的风格 他的初心 都对被巡视的这个部门啊 产生直接的影响 我们看看这个孔圣根的背景 大概就知道了 孔圣根啊 现任中央第二巡视组的组长 曾经担任中央组织部干部一局的副局长 中央组织部干部一局的巡视员 中央组织部公务员管理办公室的主任 中央组织部干部监督局的局长 大家看到没 什么特点 从头到尾都在中组部工作 从头到尾都是搞人的工作的 既没有地方的工作经验 也没有具体某个部门 某个行业的工作经验 从头到尾就是搞人的专家 搞人的专家 中组部大家知道吗 那是非常恐怖的 有两个部门 这个应届大学毕业生 毕业以后去了以后特别不适应 两个部门 一个就是中组部 还有一个就是国家安全部 我先说国家安全部 当年我的同学分配到了国家安全部 一开始还神神秘秘的 一年以后他自己就辞职了 为啥 后来说同一个办公室 同事忙啥你都不准瞎打听 不准瞎聊天 非常的神秘 非常的神秘 气氛也非常的压抑 没有正常的社交生活 那对于一个青年大学生 刚刚毕业来讲 在这样的单位工作 会让你内心留下深重的阴影 埋下这个得忧郁病的 忧郁症的这个种子 那除了这个国家安全部以外 就是中央组织部 当然中央组织部也最有权 你小小的一个组织部的一个科员干部 你到了地方省里市里 都把你当神仙 当太上皇供着 因为啥 怕你看出毛病吗 怕你看出毛病 同时组织工作和国家安全工作 也有相同的特点 就是要保密 要慎重 不能随便透露被约谈 被调查 被这个可以说被谈话的人的主要对象 他们的主要情况 这些都不能谈 所以青年学生毕业以后到这儿 也一般不太顺 所以我的朋友同学里面 到中处部的 到国家兴局的辞职的最多 那反过来说也是一样 那在这些地方 从毕业以后一直能撑下来 干上十几年二十年的 这些人都有什么特点 我告诉大家 那真的不是一般的材料制成的 那就是天生搞人的料 那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这些人从大学期间就可以看出 他们跟别人的气质不一样 什么气质不一样 一般的年轻学生 对吧 口无战烂 想哪说哪 风花正茂 指点江山 挥斥方球 人家有些干部 仔细一看简历 年龄二十来岁 但人家表现出来的成熟度 到他妈四五十岁 绝对不轻易表达自己的观点 绝对不轻易 对某些事情发表态度以后 被别人抓住把柄 你问他他也不说 笑嘻嘻的 要么就是皮笑肉不笑 这些人一看都是当大干部的材料 那我们周围这种人多了 这些人 如果在中组部再历练几年 那就成了人精了 别的都不会 就会整人 当然咱这个整人得打个引号 那国家上级就让他整人 就让他去查各种各样的问题 他当然得查了 但这也形成一个问题 那就是中央巡视组 中组部 中纪委这些人 你看他互相经常这个部门之间交流 是吧 在中组部干的 后来去了中纪委 他们最大的特点 是 单线思维比较强 单线条的思维比较强 不够有足够的 同理心 你比如说 我认识在中纪委 中组部管干部的 或者是管这个反腐调查的 如果他原来是地方的市长 区长 什么经委主任 纪委的副主任 这些人处理起这个反腐巡视的问题来 就比较灵活 就知道接地气 他是觉得有些事情 他应该沿的这个方向查下去 有些方向就别查了 因为第一要么就查不出来 第二就是不是这个人的问题 而是普遍存在的什么问题 甚至是当年中央的政策 本身就有问题 那就不查了 所以接地气 这个分清重点 这是从事纪检工作之前 有一定的工作历练的 这些干部 必须有了一个特征 如果没有 从头到尾就是搞干部 搞组织的 搞纪检的 哇塞就麻烦了 那叫什么 那叫寸草不生 那叫无所不用其极 那真的是跟东厂西厂差不多了 到单位以后 本管三七二十一 鼓动群众举报 尤其是个组里的组长 因为一个组长还配三到四个副组长 这些副组长 那都得为老大这个组长的 马首是瞻 查个底调 那我知道的人里头 到地方去巡视 比如去某某市 都有几千块钱 把人家副市长给录下来的 当然他不是违法的 违纪 因为这个都 巡视马上就要结束了 没查出问题了 那就证明你巡视的水平不行 巡视怎么能证明自己水平行有成果 没有辜负中央对他们的期待 没有辜负领导把他们派下来的初衷 那就是抓出案子 抓出人嘛 所以就完美的搞 最后有些领导 报销 不严格 身边的工作人员 违法 违规 进行提拔 处理一些私人事项 这些都可以作为 违纪 至少是违纪的依据 你说哪个领导 还不给自己身边的秘书 自己的司机 帮他把老婆 从农村户口 转成城市户口 帮他孩子上学 原来在农村 现在弄到 城里的这个重点中学 重点小学来上学 这都是领导必办的 但这里面 有没有 别的 中央认为 违反规定的交易 那很可能有 没准那个司机回家 就带了二斤 土豆产来送给他 或者带了点什么东西 送符画什么的 送符字 这个 只要中央巡视组 想界定为 违法或者违纪 百分百能给你找到一条 卡到你头上 那在这一次 搞定农村农业部部长 唐人见之前 这位 孔盛根 中央巡视组的组长 就有惊人之举 我们看一下 他来农村农业部之前 在哪 他去查了东风公司 大型国企 东风汽车 在武汉那个 4月28号 中央纪委就发布了 相关消息 东风汽车 有限公司 原党委书记 吕传文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正在接受 相关的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 把东风汽车的 老大给抓了 党委书记 在这之前 东风已经抓了 很多的人 大家知道 反腐的重点 除了金融 除了证券 这些东西以外 中国的一气 东风这些 也是反腐的重点 因为汽车 这个事情 产业链 很长 每个环节 都可能产生 重大的 权钱交易 所以 查一气 查东风 也已经 一直是 反腐的重点 而且已经抓了 很多人了 一气 也抓了 十几二十人了 东风 更是如此 那在抓 这个吕传文之前 孔盛跟领导的 中央巡视组 就已经在 2024年以来 搞了八起事件了 其中仅仅四月份 就有两名高管被查 这里面 包括 东风汽车金属孔 有限公司的监视 潘嘉年 东风公司的 原纪委常委 神龙汽车 有限公司的 原党委书记 纪委书记 工会主席 汪书欧 都被查了 在四月之前的三月 有四名高管被查 这些人 咱就不一一列举名字了 总而言之 这个 巡视组的组长 这次来了 农村农业部 和他当年在 东风汽车一样 特点就是喜欢 挖 硬骨头 啃硬骨头 挖硬钉子 挖来挖去 把你算总账 把你的党委书记 给你抓了 这次在农村农业部 也一样 搞来搞去 把你的部长给搞了 所以下手极狠 这孔盛跟同志 善于搞人 很厉害 他到哪个部 哪个部 都至少弄不过副部长 我是不奇怪的 那我估计 随着农村农业部 部长的落马 巡视组组长 崔胜根同志的仕途 应该看好 为什么 他坚决落实了 中纪委书记李希 在第二轮巡视 动员会上 发出的号召 我们回头看一下新闻 在去年底 10月10号 李希 在第二轮巡视 动员会上指出 要查找重大风险隐患 督促被巡视党组织 有效防范化解风险 层层助劳 安全防线 那怎么办呢 三个字 一把手 李希强调 要准确把握 加强班子建设 要抓住一把手 这个关键的重要要求 着力加强 对一把手的监督 通过抓好关键少数 带动绝大多数 你看这个李希讲话 不愧是中央领导 讲话提光谢灵 就是能够抓住关键 插谁 就要插一把手 你的孙生根 就把农业部的一把手 给他搞下来了 给他搞下来了 但这么弄下去 任何事情 他都没有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也没有只有坏处 没有好处的 那今天中国经济 这样一个死水一谈 很多官员变成躺平派 也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 但是很多东西 他就是难以两全 你说要求一个干部 又红又专 能力又强 政治又过硬 在公正连接方面 又是滴水不沾 藏在河边走 就是不失血 这种人啊 几千年来 还没有出生过 一个人如果想 在目前这样的态势里面 做出成绩 势必要打破一些条条框框 其实最直接的 你就是要搞好 对底下人的这个 激励机制嘛 说白了 就现在在国家机关 在国家事业单位 你让人家干额外的活 你就得给钱 不给钱 别人就拖着拖着 就把这事给拖没了 很多情况下 要想干成点事 就得给人家好处 那现在完蛋了 巡视组盯的就是这些好处 据我所知 很多国家机关 现在巡视 可苦了 不光一把手 如坐针毡 底下的普通人员 以前领的钱 比如说加班费 比如说 在正常活动 正常的工作以外 搞了个什么论坛 搞论坛 总要抽掉一些人 去帮忙吧 临时抽掉这些人 发一些伙食补贴 发一些这个 打车的这个车马费 现在怎么样 全部得给我退回来 全部退回来 没有例外 所以我的很多同学 跟我讲 这他妈的 这不是让我们 化力量为悲痛吗 那没办法 你就得退回来 所以这么搞的话 上上前下都没有动力 没有动力怎么办 那就躺平 那非要干怎么办 非要干 就是从怎么 不是从怎么把这事干成 为出发点 而是怎么不出问题 别让巡视组 找到毛病为出发点 那怎么办 那就是近亲繁殖 批项目 批预算 只给国企 国企一般情况下 不会给他送礼 不会给他回扣 但给了他 你也知道 就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给了他 他啥也干不成 其实这里面 我认为最大的腐败 是大外宣的腐败 他们搞这些钱 怎么叫成功 把中央的钱 骗到手 就叫成功了 什么在海外 建成了 这个 非常非常牛叉的 外宣的舰队 什么外宣的 这个 这个 梯队式的建设 全是扯淡 他们只要是拿到了 中央的钱 就等于成功 他在国外 把中国的形象 变好了吗 没有 他让党的政策 党的声音 传达到更多的 国外的老百姓家里了吗 没有 那这些东西 明明知道 不顶用 那就把钱给他们 因为没毛病 都是国企 都是党的亲儿子 我给他 总不知有什么问题 但是谁都知道 只有私营企业 把效率 performance 就这种绩效 和预算 紧密的结合起来的 这种方式 才是真正科学的 能够结出果子的方式 那目前这么搞 唯一牛叉的 就是巡视组织组长 老有成绩 但遗憾的就是 巡视越有成绩 抓的人越多 经济就越起不来 那目前 就陷入了这样一个死循环 死胡同 一个死结 谁都没有办法 能够解开 今天就从 农村农业部部长 落马这个事情 给大家聊聊 目前这个巡视 到底是个什么特点 欢迎大家 在节目下方留言 谈谈您对 目前中央巡视 抓这些人 你有什么看法 长此以往怎么办 精彩的留言部分 我们会拿出来 与大家共享 谢谢您 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来到我们的 新闻焦点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报信子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 关注三个重要的新闻事件 首先 台湾新总统赖清德 在就职演说中强调 和平是唯一选项 并呼吁中国停止 对台文攻武嚇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 中国社群平台 微博封锁了赖清德 和蔡英文相关的话题 这一举动引发了 广泛的关注 和讨历论 最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向赖清德表示祝贺 并期待美台关系 进一步深化 这对于台海和平 与稳定 有着重要意义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BBC News中文报道 赖清德在5月20号 宣誓就职 成为台湾新任总统 采开的就职演说中 赖清德明确表示 两岸互不隶属 并强调 新政府将采取 不卑不亢的态度 维持现状 他呼吁全民团结 爱护国家 强调任何政党 都应反对吞并 维护国家主权 不可为了政权 而牺牲国家主权 这一言论 无疑是在向中国传递 一个明确的信息 即台湾将坚定维护 其现状和主权 美国之音中文网也报道了 赖清德的就职演说 特别关注了 他关于两岸关系的表态 赖清德在演说中 呼吁中国展示诚意 与台湾的民选政府进行对话 他重申 新政府将采取 不卑不亢的态度 维持现状 表明台湾不会在压力下屈服 但也不会主动挑衅 这一立场显示出 赖清德希望在两岸关系中 保持一种和平稳定的状态 同时坚决捍卫台湾的主权和民主制度 中央社的报道 则揭示了中国大陆 对赖清德就职的反应 中国社群平台微博封锁了 以赖清德和蔡英文为标签的话题 但仍能看到少数中共允许的媒体 发布的内容 例如 今日俄罗斯旗下媒体的报道提到 台海陆空三军的警戒 并附上中国国台办对两岸统一立场的说明 在微信上 一些群组通过使用赖清德的英文拼音 和就职演说等词来避开审查 表达对相关新闻的好奇 显然 中国对赖清德的就职演说 采取了严格的审查和控制 试图限制相关信息的传播 经济日报 在台湾地区新任领导人赖清德履新之际 北京国家安全部在其微信公众号发文 批评美国一些反华势力 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 称其妄称决议 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身份 但没有涉及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国安部指责 这是美孩勾连大搞 台湾问题国际化的罪证 藐视联合国权威 伪造历史误导舆论 美国通过官方 学界及舆论界 不断重申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 并通过拉动朋友圈方式 挑战2758号决议 而民进党当局 则通过金援外交等手段 向某些小国拉票 使之为台参与国际组织点赞加油 国安部强调 2758号决议内容明确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容领 一切权利 并要求将台湾代表从其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 经济日报 台湾新领导人赖清德 今日宣誓就职 大陆学者分析其上任对美中台三角关系的影响 学者指出 美国对台军事支持会越来越深 但不会突破到可以搞法理台独的程度 大陆对台湾的政策也将维持2016年以后的策略 学者石英宏表示 赖清德的两关系立场与蔡英文基本一致 国民党若赢得行政权 也会沿用民进党的事实上台独表述 美国方面则会继续其一贯政策 虽然表面上维持一个中国政策 但内容上越来越接近台湾的立场 石英宏还提到 自三番式峰会后 中美双方都在努力避免军事冲突 美国高官也表示 两国军队非专业性的互动 显至减少 星岛日报 在台湾 赖清德和肖美琴今日宣誓就职 成为台湾新领导人和副领导人 与此同时 触发香港特区政府 2019年提出逃犯条例修订的 台湾杀人案一犯陈同佳 出于于四年仍未能赴台自首 协助他的升工会牧师 立法会议员 管浩明表示 陈同佳的自首意愿未变 但相信要等台湾新班子上任一段时间后 才有机下会出力此事 管浩明计划与台湾有关当局 再提出请求和安排 希望新领导人能同意陈同佳赴台自首 管浩明还透露 陈同佳的生活并非外界想象中的自由 期待台湾大选后此案能有进展 中央社 前总统蔡英文在卸任后首度发文 表达了对新任总统赖清德和副总统萧美琴的祝福和信任 他表示 赖清德和萧美琴将继续带领台湾大步向前 推动国家的进步和发展 蔡英文在总统府的告别仪式上 场面温馨工作人员列队欢送 他与赖清德和肖美琴一同步出总统府 肖美琴甚至感动落泪 蔡英文在脸书上表示 虽然他卸下了总统职位 但他会在不同的位置 用不同的角色继续为台湾打拼 感谢台湾人民八年来的支持与相伴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 赖清德通过名放礼炮的仪式 正式出任台湾地区新一届领导人 他和副手萧美琴在孙中山的肖像下宣誓就职 蔡英文在仪式上告别 结束了他的八年任期 29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仪式 包括台湾在太平洋和中美洲地区的最后12个 外交盟友以及罗马教廷的代表 赖清德的胜利标志着民进党连续第三个 任期他被认为将延续蔡英文的政策 继续推动所谓的东亚民主 赖清德面临着境外挑战 特别是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对地区稳定的影响 尽管大陆方面对台海地区保持低调 但赖清德的台独立场仍然引发关注 通方日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赖清德就职后发声明祝贺 期待美台深化关系 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 布林肯称赞台湾展示了强大的民主制度力量 并表示期待与赖清德政府合作 继续加强美台关系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卡丁也发表声明 重申美台之间的深厚友谊和共同价值观 被台媒称为抗中级先锋的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也出席了就职礼 表现出对赖清德新政府的支持 美国方面期待通过扩大经济 安全和民间联系 来继续强化与台湾的关系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赖清德在台湾总统就职演说中 坚定地强调了民主、和平与繁荣 作为台湾的国家路线 他向全球宣告 民主自由是台湾不可妥协的原则 和平是唯一可行的选项 而繁荣则是确保长治久安的目标 赖清德明确表示 新政府将坚持四个原则 不卑不亢地维持现状 他呼吁中国停止对台湾的文攻 五下并希望中国能够正视 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这一系列声明不仅展示了 台湾的坚定立场 也传递出对和平与合作的强烈期许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伊朗总统伊伯拉辛·莱西 及其外长搭乘的直升机 星期日5月19号 在大雾中飞越山区时坠毁 伊朗迈赫尔通讯社 星期一5月20报道 所有乘客遇难身亡 台湾新总统赖清德 在周一5月20号的总统就职演说中 主张两岸未来对世界局势有决定性影响 称台湾为和平的舵手 而他未来将延续蔡英文的四个坚持 维持两岸现状 莱青德在演说中向北京喊话 我也要呼吁中国 停止对台湾文攻武下 一起和台湾承担全球的责任 致力于维持台海及区域的和平稳定 确保全球免于战争的恐惧 我始终认为 如果国家领导人以人民扶植为最高考量 那么台海和平 互利互惠 共存共荣 应该是彼此共同的目标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 杰克·沙利文将于星期天抵达以色列 预计会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在加沙对哈马斯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军事行动 同时推动停火协议 以色列军队目前从空中和地面轰击加沙 导致大量平民无处藏身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伊朗总统伊布拉辛·莱西被证实坠机身亡 美国之音伊朗总统伊布拉辛·莱西 及其外长搭乘的直升机 星期日5月19号 在大屋中飞越山区时坠毁 伊朗迈赫尔通讯社C5月20号报道 所有乘客遇难身亡 伊朗副总统穆赫森·曼苏里 随后在社媒平台发表声明 证实了总统的死讯 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稍早前表示 总统莱西、外交部长 以及直升机上的所有乘客 都在坠机事件中丧生 由于此事敏感 官员要求匿名 总统莱西、外长侯赛因·阿布杜拉西扬 和两名其他官员当时搭乘这架直升机 从邻国阿塞拜疆返回伊朗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 现场显示飞机撞上了一座山峰 但官方没有透露坠机原因 救援队冒着暴风雪在崎岖地形下搜寻 经过连夜奋战 于星期一凌晨确认飞机残骸位置 一名伊朗官员曾告诉路透社 莱西总统的直升机在坠机事件中完全烧毁 不幸的是 恐怕所有乘客都已罹难 63岁的莱西于2021年当选总统 他上任以来收紧道德法律 监督对反政府抗议活动的血腥镇压 并大力推动与世界大国的核谈判 在伊朗的政治体系中 宗教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拥有对外交政策和伊朗核计划的最终决定权 哈梅内伊早些时候曾试图安抚伊朗人 称国家事务不会受到干扰 伊朗宪法表示 如果总统死亡或丧失行动能力 将由第一副总统临时接任 并在50天内举行新的总统选举 伊朗第一副总统为穆罕默德·穆赫贝尔 在伊朗总统被证实在追击事件中身亡之前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上午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中方对印竹路事件深感担忧 祝愿来袭总统及机上人员安然无恙 我们正在密切关注相关事态 并将为伊方救援工作提供一切必要支持和协助 声明补充到 中国是伊朗的亲密伙伴 中国已成为伊朗最大贸易伙伴 连续十余年 两国贸易额在2022年高达158亿美元 同比增长7% 中国是伊朗受制裁石油的最大买家 中国公司也向伊朗提供安全和监视设备 长期以来 北京在武装伊朗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帮助其实现军事硬件和战术的现代化 根据兰德公司的说法 北京还促进了伊朗非法和计划的技术和机械转让 自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爆发以来 美国多次呼吁中国利用其对德黑兰的影响力 来控制地区紧张局势 但中国的表现令以色列和美国失望 在伊朗上个月对以色列发动前所未有的袭击之后 中国外交部赞赏伊朗克制并重申战略伙伴关系 此文依据了路透社和法新社的报道 赖清德正式救人 对中喊话 尊重台湾人选择 台湾新总统赖清德在周一5月20的总统就职演说中 主张两岸未来对世界局势有决定性影响 称台湾为和平的舵手 而他未来将延续蔡英文的四个坚持 维持两岸现状 赖清德在演说中向北京喊话 我也要呼吁中国停止对台湾文公武下 一起和台湾承担全球的责任 致力于维持台海及区域的和平稳定 确保全球免于战争的恐惧 我始终认为如果国家领导人以人民福祉为最高考量 那么台海和平互利互惠共存共荣 应该是彼此共同的目标 赖清德表示 我希望中国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 拿出诚意和台湾民选合法的政府 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 以对话取代对抗 交流取代围堵进行合作 他也呼吁中国可从重启双边对等的观光旅游 以及学卫生来台就学开始 与台湾一同追求和平共荣 与此同时 中国商务部周一上午发出公告 以参与对台军售为由 把多家美国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 其中包含美国波音防务 空间与安全集团 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 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 此外 据法新社报道 中国社群媒体平台微博周一封锁赖清德标签 DW实际在该平台上搜寻赖清德 也显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该话题内容尚未显示 台湾国防部20号发布公告 截至周一清晨6点为止 过去24小时内 共争获6架中国战机在台海附近活动 且全速逾越台湾海峡中线 专家怎么看 就职典礼前 美中关系学者宋文迪向DW表示 北京主要还是会维持底线思维 重申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 乃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 是无可回避一不容模糊的必答题 并对于赖清德政府化整为零 或者有条件是欢迎两岸对话的态度表达抗议 宋文迪提及 对于北京而言 五下是尽可扩张军事操作空间 退可传递政治信息的一石二鸟的两用法宝 中国也可能采用选择性的经济制裁 包含艺术性暂停个别商品的交易 而且在停止和再起之间 随时可以弹性调整 北京过去多次批评赖清德的台独色彩 对此宋文迪分析 赖清德的政治背景 对于两岸对话 既是负债 也大可以是资产 宋文迪表示 莱清德作为民进党领袖 尤其是深律所信赖的常年党员 在两岸谈判上 其实持有特别大的开合空间 一样是对北京做出 伸出感染汁的动作 其他领袖作 或许会被不信任北京的 绿营支持者怀疑是在卖台 然而若是赖作 则更容易被信任 赖是在下一盘大棋 不过他也指出 问题在于 北京是否愿意认真心将两岸谈判 视为优先代办事项 华府智库 Silveretto Policilator主席 阿尔佩洛维奇 日前向DW表示 在总统就职典礼后 北京有可能对台湾施加更大的压力 包含进一步出动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 甚至不排除可能透过发射飞弹来表达不满 对于赖清德就任之后将如何与中国和美国互动 阿尔佩洛维奇认为 现在最重要的是阻止中国试图实际入侵台湾 台湾和美国需要做很多事情来加强对这种前景的威慑 这包括加倍投入反舰飞弹 无人机和水雷 让中国的入侵舰队难以穿越台湾海峡 不过阿尔佩洛维奇也提及 对于赖清德来说 就职之后首先将面临的考验将是国内政治 以及如何驾驭有两大在野党 国民党及民众党控制的立法机构 以确保它的国防优先事项 特别是不对称作战 国防理论得到立法机关的全面实施和资助 台湾空军在就职典礼上编队表演 图像来源 Johannes Neudecker DPF Picture Alliance 民进党立委沈柏扬接受德新社采访时 则提及中国黑客威胁 他认为针对赖清德的伪造影片 有可能在他就任几天后出现 我认为我们应该加强网络安全 因为来自中国的黑客非常强大 并表示台湾必须保护资讯空间 确保中国的认知作战内容不在台湾进一步传播 2022年 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期间 台湾境内有大量电子看板遭到黑客入侵 显示反对佩洛西访台的信息 中国解放军则在台湾周围实施大规模军演 本月初台湾国安局长蔡明燕受访时被问及 解放军是否会在总统就职典礼后进行围台军演 他表示当前中方对台的施压策略 人才和占两手 施惠及施压并行 且配合各种灰色地带的操作及认知作战 企图影响赖清德政府未来的两岸政策走向 不过他也提及 6月至11月是解放军例行军演的季节 中方是否会借由军演对台进一步施压 是国安局关注的重点 德国议员访台 这次台湾总统就职典礼期间 德国联邦议会派出了跨党派的代表团 包含基民盟的维尔斯 格拉斯勒 以及自民党的舍弗勒 还有社民党的埃斯拉林巴赤 另外 德国联邦议会文化与媒体事务委员会主席 也造访台湾 舍弗勒19日晚间 在台湾外交部欢迎酒会 向DW表示 他们到台湾是希望表现出团结 称台湾在外交政策方面也承受了相大的压力 表现出团结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舍弗勒表示 德国必须支持台湾 尽管最终为台湾提供军事和安全保障的是美国 但德国也可以做出我们的贡献 他认为台湾与西方站在同一阵线 他也指出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宣布 德国军舰将穿越台海 此事是重要信号 但每当讨论到哪些台湾政治人物可以进入德国时 德国政府却对北京有诸多考量 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 他认为 德国不能被中国或是台湾勒索威胁 而必须对双边抱持开放的态度 不得则说台湾经常因一中政策遭到边缘化或被排除在外 我认为议员 尤其是来自我们德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 就需要更加勇敢并发挥领导作用 各国外宾出席赖清德就职典礼 根据台湾外交部资讯 参与就职典礼及相关活动的外宾 共有51团 508人 包含元首团8团 副元首团 外长团 各一团 及壤组特使团 斯威斯兰 马绍尔群岛 伯琉 贝里斯 圣路西亚 圣文森 图瓦鲁等台湾邦交国均有国家元首出席 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则由副总理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 台湾中南美洲邦交国威迪马拉 此次由外交部长马丁涅兹代表出席 总统阿雷瓦洛为亲自参加 早前 威迪马拉总统府就曾表示 总统阿雷瓦洛考虑拒绝出席台湾总统就职典礼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 希望并相信 威迪马拉当局 会尽快做出顺应国际大事和历史潮流 符合人民利益的正确选择 台湾驻威迪马拉大使曹理杰则称 阿雷巴洛已经向台湾承诺与保证 未来四年将坚定支持台湾 另外 美国欧洲议会友台小组议员日本、英国、澳大利亚等非台湾邦交国也派代表出席典礼 德国议会也有不同党派议员到台湾参加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以个人身份出席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透过声明祝贺赖赖清德就任 称美国期待与赖清德及台湾政界一同促进共享的利益和价值观 深化美台长期的非官方关系 并维持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 以色列轰炸加沙 白宫代表抵达以色列推动停火谈判 美国之音中文网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 预计星期天要求以色列总理本亚明·内塔尼亚胡 在加沙对哈马斯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军事行动 以色列军队同时从空中和地面轰击加沙 使得逃离的平民没有藏身之处 白宫在讨论前说 沙利文预计敦促以色列不要全面进攻南部拉法城 并推动停火协议 以色列认为拉法是哈马斯最后据点 但也是各地被驱离难民的中心 两周前军事行动开始以前 大约140万巴勒斯坦平民躲在那里 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机构 负责人星期六说 估计有80万人此后逃离了拉法城 乌安阿波尔负责人菲利普·拉扎里尼 在X社交媒体上写道 之前被驱离的平民们正在离开拉法 前往中间地带和汉尤尼斯 包括前往被毁的楼房 拉扎里尼并说民众正逃到缺乏饮水和适当卫生条件的地区 包括沿海城镇马瓦西和戴尔白莱赫 这两个地方到处都是最近被驱离的人 加沙平民奥姆兰对路透社说 加沙各地没有安全之地 并说他同家人逃离了拉法 刚返回他们将近五个月前逃离的南部汉尤尼斯城的残存之家 联合国负责人道事务的副秘书长和紧急救协调员 马丁·格里菲斯说 战火时的加沙南部的拉法和凯雷姆·萨洛姆 口岸已经有效关闭了那里的人道援助路线 所以通过路路向南和对拉法的援助 向拉法被驱离民众的援助几乎为零 格里菲斯并称人道危机将近世界末日 他说如果需要的民众得不到援助 我们长期谈论的迫在眉睫的饥荒 就不再是迫在眉睫了 他会出现 巴勒斯坦民防机构说 以色列星期天攻击加沙打死31人 以色列继续从空中和地面轰击加沙 以铲除正在复活的哈马斯组织 以军说正在确认武装恐怖分子的小组 从事几十次攻击协助在加沙北部 加巴利亚地区的地面部队 以军说在加沙八个南民营中 最大的加巴利亚南民营的行动 是不让哈马斯在那里重新立足 加沙北部各地星期天爆发同哈马斯的战斗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誓言在击败哈马斯 并让所有剩余人质回家之前不放松战斗 但内阁就加沙战后的治理方案面临内部分歧 战时内阁部长本尼·甘茨星期六威胁说 除非内塔尼亚胡在6月8日前批准战后行动方案 否则他将离开治理联盟 甘茨说这必须包括击败哈马斯的步骤 让人质回家 并采取步骤组建一个美国、欧洲、阿拉伯和巴勒斯坦政府 管理加沙地带的民政事务 内塔尼亚胡说 甘茨的讲话是没用的言论 说这会导致以色列失败 放弃大部分人质 让哈马斯无损 并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 以色列媒体说 根据最近行动获取的情报 军方宣布 找到一名在哈马斯10月7日 攻击中绑架的男子人质的尸体 军方说 罗恩·本雅明的尸体 同星期五宣布的其他三名人质的尸体 一同被发现 但没有提供进一步详情 哈马斯没有立即置评 以色列官员说 哈马斯10月7日 攻击以色列打死1200人 并绑架两脉50人质 并触发了战争 加沙卫生部说 以色列随后攻击加沙 打死35000多巴勒斯坦人 包括平民和战斗人员 但说多数死者是妇女和儿童 以色列说 以军打死了14000多激进分子 和大约16000平民 本文参考了路透社 美联社和法新社的报道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1980年代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图书馆的秘密角落 书架后的悄悄话 二胶片相机的时光机 快门下的岁月静好 三夜市小吃的味蕾之旅 灯光下的美食记忆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图书馆的秘密角落 书架后的悄悄话 在图书馆的深处 远离了日光灯的明亮和键盘敲击声的喧嚣 藏着一些只有最勇敢或最迷路的探险家 才能发现的秘密角落 这些地方被书架包围仿佛是古老的迷宫中的秘密房间 守护着图书馆未被发现的宝藏和悄悄话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些秘密角落的面纱 探索那些书架后的悄悄话 首先我们得承认 图书馆并不只是书的仓库 它们是时间的容器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时空的门户 而那些隐藏的角落则是连接这些门户的秘密通道 在这些角落里 你可能会发现一本上个世纪的旧书 它的页边已经泛黄 夹着一张早已忘记的书签 或是一封写给未来读者的信 这些都是前人留下的时间胶囊 等待着有缘人的发现 有趣的是图书馆的秘密角落 也是一些读者私下交流的场所 想象一下 两位文学爱好者在一本关于沙士比亚戏剧的编著中展开了一场辩论 或是两个历史学家在一本古老地图级的空白页上留下了对未来研究的预测 这些悄悄话虽然声音很响却在图书馆的静谧中回响 成为了一种特别的学术对话 不过图书馆的秘密角落并不走失那么严肃 有时你可能会在一本看似乏味的统计学教科书中 发现一张藏有图书馆最舒适椅子位置的藏宝图 或是在一本古老诗集的夹缝里找到一找到一张多年前的电影票 见证了一段青涩的爱情故事 最神秘的或许是那些被遗忘的角落 他们因为某次装修或是书架的重新排列而被封存 在这些地方时间仿佛静止 空气中弥漫着尘封的秘密和过去的回忆 偶尔一位好奇的读者或是一名勤奋的图书馆理员 会偶然闯入发现这些被时间遗忘的角落 揭开他们的灭纱 让这些悄悄话再次被人倾听 总之图书馆的秘密角落是探索的宝藏 他们藏着过去的悄悄话和未来的可能 下次当你走进图书馆 不妨放慢脚步 试着探索那些不为人知的角落 也许你会在那里找到一段历史的低语 或是一次意想不到的冒险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胶片相机的时光机 快门下的岁月静好 在这个数字化高速发展的时代 胶片相机就像是一位优雅的时光旅人 悠然自得的穿梭在过去与现在之间 它不仅仅是一种拍摄工具 更是一台能够捕捉和保存岁月静好的神奇时光机 想象一下 每当你按下胶片相机的快门 就像是向过去发送了一封手写信 这封信穿越时空 稍带着那一刻的光线气息情感 直到未来的某一天 当你重新打开这封信 瞬间涌现 那份感动和惊喜是数字照片所无法比拟的 胶片相机的魅力 不仅在于它的复古外观和操作过程中的仪式感 更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和惊喜性 在数字相机让我们习惯了齐拍齐看的时代 胶片相机却要求我们耐心等待 直到冲击出来的那一刻才能见到成果 这种等待就像是对美好事物的期盼 充满了未知和惊喜 有趣的是 胶片相机还有一种不完美的美 或许是曝光过度 或许是对焦不准 但正是这些不完美赋予了照片 独一无二的韵味和生命力 在这个追求完美的时代 胶片相机教会我们激受 并欣赏不完美 找到生活中的美好和独特 想个小过脚使用它 有一摄影师朋友在旅行归来 满心期待地冲起了一卷胶片 结果由于某种原因 整卷胶片都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光韵效果 他不为失望 但当他仔细欣赏这些照片时 却发现这种意外的效果 赋予了照片一种梦幻般的美感 这成了他最珍贵的一卷胶片 胶片相机的魅力 就在于他能够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起来 用心去感受和记录生活的美好 它不仅是一台相机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一种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珍惜 所以下次当你手持胶片相机 按下那个快门的瞬间 记得你不仅仅是在拍照 你是在与时间对话 是在用心记录下这个世界的美好 和岁月的静候后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夜市小吃的味蕾之旅 灯光下的美食记忆 在探索夜市小吃的味蕾之旅时 我们不仅是在品尝食物 更是在经历一场灯光下的美食记忆之旅 夜市这个在日落后才展现出它真正魅力的地方 是一个充满了色彩 声音和香气的世界 而在这个世界中小吃不仅仅是食物 它们是文化的载体 是历史的见证 更是味蕾的冒险 首先让我们从内心能让你的鼻子远远就能嗅到的烤肉汤味开始 烤鹿串 用秘制酱料腌制过的肉串在烫火上缓缓翻烤 每一次翻面都伴随着噼里啪啦的声响和阵阵诱人的香气 这不仅是一场味觉的盛夜巧味觉的盛宴 更像是一次穿越时空的旅行 让人想起了古代世纪上的烤肉汤 那时的人们也是围绕着火堆 分享着食物和故事 接着我们走向那些色彩斑斓的甜品摊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创意甜品 比如纳丽园眼花缭乱的御元冰不仅是味觉上的享受 每一口都能让人感受到芋头的绵密与冰淇淋的清凉 还能让人想象到古代宫廷中那些穿着华丽衣裳的人们 是如何在夏日里用这样的甜品来结束的 当然夜市小吃的魅力还在于那些看似平凡 却又充满惊喜的小吃 那些外表不起眼的臭豆腐一旦尝试那独特的味道就能立刻征服你的味蕾 让你不禁想象这种独特的食物是怎样在历史的长河中被发现并流传至今的 在这场灯光下的美食记忆之旅中 每一口小吃都不仅是对味蕾的满足 更是对文化的探索和对历史的回味 夜市小吃它们不仅仅是食物 它们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 是让人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乐趣和温暖的方式 所以下次当你漫步在夜市中 不妨放慢脚步细细品味每一种小吃背后的故事 让这些灯光下的美食记忆成为你生活中难忘的一部分 毕竟这不仅仅是一场味蕾的旅行 更是一次心灵的系列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带来了三个关于图书馆 胶片相机和夜市小吃的故事 通过揭开图书馆的秘密角落 我们发现了书架后的悄悄化 通过胶片相机的时光机 我们回忆起了快门下的岁月静好 通过夜市小吃的味蕾之旅 我们品味了灯光下的美食记忆 这些故事都让我们体验到了一种特别的感觉 让我们重新思考和感受生活中的美好 在图书馆的秘密角落中 我们发现了前人留下的时间胶囊 也揭示了读者之间的悄悄交流 这些角落是连接过去和现在的通道 是历史的低语和未来的可能 所以下次当你走进图书馆 请放慢脚步 探索那些不为人知的角落 你会发现那里有无尽的宝藏 等待着你发现 胶片相机是一台能够穿越时空的时光机 它让我们重新发现了 等待和惊喜的美妙 在数字化时代 胶片相机教会了我们接受不完美 记录生活的美好和岁月的静好 所以下次当你手持胶片相机 按下快门的瞬间 请用心记录下这个世界的美好 让那些岁月静好的记忆永远留存 夜市小吃是一种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桥梁 它们不仅是食物 更是文化的载体和历史的见证 在夜市中 我们品味着那些色彩斑斓的甜品 嗅到了烤肉的香气 尝试着各种小吃的味道 夜市小吃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化的丰富和历史的厚重 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乐趣和温暖 所以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图书馆的秘密角落 胶片相机的时光机和夜市小吃的美味记忆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你们留言讨论和提问 让我们一起分享这些故事 带给我们的感动和思考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天大新闻 节目 今日的新闻内容丰富多彩 首先 北京的智囊团呼吁习近平冷静 指出中国不可能在每个方面都超过美国 但三万亿美元的代际财富 转移将由中国的Z世代决定 成为习近平国内消费复苏的关键 接下来 台湾新总统赖清德正式宣誓就职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不仅发表声明祝贺 还表示期待与台湾深化关系 共同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 最后 内地楼市新政推出后的首个周末 深圳二手房成交量飙升117% 上海的看房量也显著增加 显示市场反应热烈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今日华尔街报道 北京的智囊团正苦劝习近平保持冷静 避免盲目焦虑 他们指出 中国不可能在每个方面都超过美国 因此应更加理性的设定目标 此外 文章还提到 中国的Z世代将成为3万亿美元 代季财富转移的主要受益者 这一代年轻人的消费习惯和需求 将决定习近平推动国内消费复苏的策略 智囊团建议 政府应关注这些年轻人的消费趋势 制定相应的政策 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 经济日报报道 台湾的新领导人赖清德和副领导人肖美琴正式宣誓就职 赖清德在就职演说中强调了三大重点 坚持人民利益治上 优先应对立法院的新局面 与民主盟友合作 继续为区域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在两岸关系上保持不卑不亢 追求和平共荣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发表声明 祝贺赖清德就职 并表示美国期待与台湾紧密合作 深化两国的非官方关系 共同维护台海的和平与稳定 经济日报还报道了 中国内地楼市的新政带来的市场反应 深圳和上海的二手房市场 在新政后的首个周末出现了明显的升稳 在深圳 二手房成交量上涨了117% 创下了自2021年2月以来的最高点 在上海 贷看量也显著增加 部分中介机构的客户 邀约成功率明显提升 然而 尽管看房量增加 成交量尚未有实质性增长 业内人士表示 市场仍在等待新政策的进一步落地 和具体细则的出台 以便购房者能够做出更明确的决策 经济日报报道 内地在5月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维持不变的同时 人行主管媒体 《金融时报》指出 若全国大部分城市取消房贷利率下限 未来房贷利率将显著下降 截至4月底 全国343个城市中 已有67个城市取消了 首套房贷利率下限 人行近日宣布了一篮子政策 包括取消首二套住房 个人贷款利率政策下限 市场人士表示 地方政府需要新的政策空间 来进一步稳定房地产市场 因为目前房地产市场仍在恢复过程中 房企面临流动性压力 地方政府积极采取措施支持当地房企应对困难 若全国大部分城市取消房贷利率下限 将有助于释放刚性和改善信购房需求 缓解房企回款压力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台湾新总统赖清德于5月20日正式就任 赖清德在选前已表示将延续前总统蔡英文的施政方针 他如何在推动与美国关系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之间寻求平衡 并应对中国持续的威胁和台湾内部政党争斗的挑战 备受关注 美国之音将在台北时间星期一上午11点直播赖清德的就职演说 并邀请观众通过美国之音网站、脸书、油管和推特等平台收看 赖清德的就职演说将成为台湾未来政策走向的重要指标 特别是在国际关系和内政方面的动向 星岛日报报道 美国最近宣布对总值18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涉及电动车、锂离子电池等商品 美国财长耶伦早在访问中国时便提到中国产能过剩 并低价向全球倾销 另一方面 中央政府陆续推出救市措施 中政监也推出五大会港措施 人行下令降低个人买房贷款利率 提升买房按揭贷款金额比率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近日访问澳门 带动澳门赌业股价上涨 其中盈于027最受看好 因为夏宝龙访问形成包括了与澳门一水之隔的横情 显示中央希望横情融入澳门 成为其后背土地 盈于疫情后复苏迅速 第一季净收益达106亿元 按年上升50% 市场焦点集中于横止权重股 内房股 科技股 特别是阿里巴巴 9988 及腾讯 700 中央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赖清德宣誓就任台湾总统之际 向他致以热烈祝贺 并向台湾人民表达祝贺之意 布林肯在声明中强调 美国与台湾的伙伴关系以民主价值为基础 并在贸易 经济 文化和人民往来方面不断深化 他肯定了前总统蔡英文在任期间对美台关系的贡献 并期待与赖清德及台湾各界共同努力 推进共同利益和价值观 维护台海的和平与稳定 新岛日报 赖清德执政前夕 台湾立法院上周五 应在野党提出的国会改革法案 爆发了激烈的肢体冲突 立委们拳打脚踢 整整缠斗了15小时 至少6名立委受伤 这次冲突被华尔街日报 形容为喧闹式民主 也反映了立法院嘲笑也大的局面 国民党和民众党提出的法案 指在加强立法院对政府的监督权 而执政的民进党 则指责在野党违反程序 强推滥权法案 最终立法院通过了领导人 致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的条文 但其他条文将在后续继续审议 东方日报 中美贸易战再度升温 美国重新挥起关税大棒 打压中国 企图破坏中美经贸规则 经济学人智库ERU指出 未来两年全球经贸面临的五大风险之一 是特朗普若再度当选美国总统 他可能全面征收进口关税 扰乱全球贸易和安全联盟 中美贸易关系正处于紧张状态 尤其是在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前 墨西哥也担心特朗普可能阻碍 美墨加协定的延长谈判 因为许多中国公司搬迁至墨西哥 以降低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警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可能推高通胀 影响全球经济 东方日报报道 随着贵金属价格的上扬 中国白银集团00815的股票 也受到了市场的热捧 该公司的股价最新飙升了44.2% 达到0.44元 触及上个月的高位 成交额超过了5000万元 这一动反映了投资者对贵金属市场的乐观预期 同时也展示了中国白银集团在市场中的强劲表现 经济日报报道 伊朗总统莱西 Abrahim Raisi 所乘直升机在恶劣天气和大雾中发生了硬着陆事件 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深切关注 并祝愿莱西总统及机上人员平安无恙 中国方面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并承诺为伊朗提供所有必要的支持和协助 莱西级外长阿卜杜拉西洋 Hossein Amorabdelein等人在回程途中遭遇了这意外 目前情况仍令人担忧 但仍抱有希望 经济日报报道 中国内地5月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维持不变 符合市场预期 已经连续三个月按并不动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 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一年期LPR为3.45厘 连续9个月持平 5年以上LPR为3.95厘 连续三个月持平 在本月的中期借贷便利 MLF续月中 作为中期政策利率的一年期 MLF利率也保持不变 因此市场普遍预期 本月LPR将维持不变 经济日报报道 中国商务部于周一 20日宣布 将参与对台军售的美国波音防务 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 和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列入 不可靠实体清单 这些公司将被禁止从事与中国相关的进出口活动 禁止在中国境内新增投资 并禁止其高级管理人员入境 此外 还将对波音防务处以 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 实施以来对台军售合同金额两倍的罚款 并要求在15日内交款 若于其不履行 将依法加付罚款 商务部还指出 有证据显示美国凯普拉格斯公司规避规定 将由中国采购的货物转移至 不可靠实体清单中的企业 并要求境内企业注意识别风险 履行禁止调查 自有亚洲电台报道 台湾第16任总统赖清德 暨副总统萧美琴的就职典礼 于5月20日上午举行 共有51团508名外宾参加典礼和相关活动 这次就职典礼吸引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凸显出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 自由亚洲电台是一个致力于向 没有新闻自由的亚洲地区传播新闻和资讯的 非盈利机构 提供准确的新闻和评论 并包容各类意见 其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特区 并通过多种平台向全球广播 星岛日报报道 中国商务部于周一 20日宣布将参与对台军售的 美国波音防务太空安全集团 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和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列入 不可靠实体清单 这些公司将被禁止从事与中国相关的进出口活动 禁止在中国境内新增投资 并禁止其高级管理人员入境 此外 还将对这些企业处以 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 实施以来对台军售合同金额两倍的罚款 并要求在15日内交款 若与其不履行 将依法加处罚款 商务部还指出 有证据显示美国凯普拉格斯公司规避规定 将由中国采购的货物转移至 不可靠实体清单中的企业 并要求境内企业注意识别风险 履行禁止调查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传奇故事 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 希腊的迷宫逃脱 英雄特修斯与牛头怪 二 中国的长城幽魂 秦始皇的不死军团 三 墨西哥的太阳石 阿兹特克的时间之谜 纳摩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希腊的迷宫逃脱 英雄特修斯与牛头怪 在古希腊的神话故事中 有一个关于英雄 怪物和一个令人头疼的 建筑奇观的故事 这就是特修斯与牛头怪的故事 这个故事不仅展示了 古希腊人对于勇气和智慧的崇拜 还无意中预示了 后来无数逃脱房游戏的诞生 首先 让我们介绍一下主角 特修斯 一位有着健美肌肉 和可能是古代版 GQ封面男狼的英雄 他决定前往克里特岛 挑战那个让人闻风丧胆的牛头怪 米诺陶洛斯 这个怪物不仅长得吓人 而且住在一个游民建筑师 戴达洛斯设计的迷宫中 这个迷宫 比任何你在现代逃脱房游戏中 遇到的谜题都要复杂 但是 特修斯有一个秘密武器 爱情 是的 你莫听错 在这个故事中 爱情不仅能征服一切 还能帮你找到出路 克里特王的女儿 阿里阿德涅爱上了特修斯 她给了她一个线团 帮助她在祭拜牛头怪后 找到回头路 这可能是古代世界中 最早的导航系统 而且是完全基于爱情的 特修斯成功地 祭拜了牛头怪 证明了自己是一位真正的英雄 但是 故事的结局并不是那么完美 在离开克里特岛时 特修斯忘记了向阿里阿德涅承诺的事 将船帆由黑色换成白色 以示胜利 结果 他的父亲已为他死了 悲痛欲绝地从悬崖跳海自尽 这个悲剧提醒我们 即使是英雄 也会犯下致命的错误 这个故事 不仅是关于勇气和怪物的对决 还涉及到爱情 背叛和悲剧 他教会我们 无论你多么英勇 都不能忽视那些 在你成功路上帮助过你的人 而且 如果你下次参加逃脱坊游戏 记得带上一个线团 说不定会派上用场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中国的长城幽魂 秦始皇的不死军团 好的 让我们来谈谈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建筑之一 长城 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个既神秘 又引人入胜的故事 秦始皇的不死军团 首先 让我们回到公元前221年 当时的中国有一位极具野心的皇帝统治 秦始皇 他不仅统一了六国 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帝国 还下令建造了一个宏伟的防御工程 万里长城 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 但是 这位皇帝的野心并不仅止于此 他还寻求永生不死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那个 与长城相关的神秘故事 传说中 秦始皇为了寻求不朽 不仅派遣方是到海上寻找长生不老药 还在自己的陵墓中 建造了一支由兵马俑组成的不死军团 这支军团 由成千上万的陶勇士兵 马匹 以及战车组成 他们被侍卫秦始皇的守灵兵 准备在来世继续为他效力 但是 有趣的是 关于长城的幽魂 还有一个更加引人入胜的传说 据说在长城的某些古老段落 夜深人静时 可以听到来自过去的呼喊和战斗的声音 这些声音被认为是那些 在长城建造过程中死去的 无数工匠和士兵的灵魂 他们的灵魂被困在长城之中 无法安息 当然 这些故事大多属于民间传说 科学界对此并没有确凿的证据 不过 这些神秘的故事 为长城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使它不仅是一项伟大的建筑成就 也成为了中国丰富文化和历史的一部分 所以 下次当你站在长城上 凝视着那辽阔的景色时 也许可以试着听一听 是否能捕捉到那些来自远古的低语 和战斗的回声 谁知道呢 也许秦始皇的不死军团 真的在某个地方 静静地守护着 这位一心追求永生的皇帝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墨西哥的太阳史 阿兹特克的时间之谜 好的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块神秘 而又引人入胜的石头 墨西哥的太阳史 也就是阿兹特克文明中的时间之谜 想象一下 这不仅仅是一块石头 而是一本打开古代阿兹特克世界的魔法书 只不过 这本书的说明书 似乎在几百年前就遗失了 首先 太阳史的直径 大约是3.6米 重达24吨 这让人不禁好奇 阿兹特克人是如何在没有现代机械的情况下 移动这么一块巨石的 也许他们使用了古代版的滚石乐队 以人力和滚木作为主要动力 这块石头上刻有各种图案和象征 中心是太阳神Tonitia的脸 它的舌头伸出来 看起来像是准备享用一顿丰盛的午餐 但别被这副面孔吓到 这其实象征着牺牲和生命的循环 周围则是阿兹特克历法的各种符号 包括20个日符和13个天数 这些组合起来 创造了一个260天的神圣历法 也就是所谓的Tonel Pulley 这让人不禁想问 阿兹特克人是如何在这样的历法下 安排假期的 太阳石还描绘了4个以前的太阳 或者说是世界时代 每一个都以一场大灾难结束 让人不免担心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会以何种方式结束 也许是通过冰淇淋的全球短缺 最有趣的是 虽然这块石头被称为太阳石 但学者们并不完全确定它的真正用途 有人认为它是一个历法 用来追踪时间和节日 有人认为它是一个祭坛 用于献祭仪式 还有人认为 它可能只是阿兹特克版的装饰品 用来展示它们的雕刻技术 无论如何 这块石头都是对阿兹特克文明的想象力 和艺术技巧的一个见证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墨西哥的太阳石时 不妨想象一下 你是在阅读一本古代的历法 或者是站在一个用于献祭的祭坛前 或者只是欣赏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不管怎样 这块石头都是一个连接过去与现在 神秘与现实的强大象征 总而言之 这些神秘故事 不仅展示了古代文明的智慧和想象力 也让我们思考 人类对于勇气 爱情 时间等主题的不断探索 这些故事背后的深层含义和象征意义 无论是在古希腊 中国还是墨西哥 都是我们今天仍然能够从中获得启示的 所以 让我们一起享受这些故事带来的趣味和智慧 并思考如何将它们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或许 我们可以像特修斯一样充满勇气 像阿里阿德涅一样坚定地追随爱情 像秦始皇一样追求永生 像阿兹特克人一样珍惜时间 并像他们一样创造出自己的传奇 那么 我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有哪些故事和传说 深深地吸引着你 你如何将这些故事 应用到你的生活中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世界的神秘 并分享我们的想法和观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则重要的新闻 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 伊朗总统伊布拉辛·莱西的直升机 在大雾中坠毁 这一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联合国 科威特 俄罗斯 沙特 土耳其 卡塔尔 欧盟和美国等多国政府和官员 纷纷表达了关切 并表示愿意提供帮助 伊朗方面也正在连夜搜集 Joe总统的命运仍然为之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台湾的最新政治动态 赖清德即将宣誓就任台湾总统 这引起了欧洲国家的高度关注 虽然赖清德过去曾明确主张台湾主权独立 但他在竞选期间表示将延续蔡英文的两岸政策 以维持现状为主 专家们认为这有助于台海稳定 以及台欧关系的延续 然而欧洲各国对台政策仍有不少差异 未来的发展值得关注 最后让我们回到伊朗的坠机事件 伊朗救援人员正在全力搜救 总统和其他官员的命运依然不明 伊朗媒体报道 坠机事件发生在东阿塞拜疆省 由于大雾天气 救援工作面临挑战 如果总统不幸遇难依据伊朗宪法 第一副总统将临时接任 并在50天内举行新的总统选举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对伊朗总统追击的国际反应 美国之音中文网 伊朗总统伊布拉辛·莱西 及其外长搭乘的直升机 星期天在大雾中飞越山区时 坠毁的消息传出后 外国政府和官员对此作出反应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联合国一名发言人在声明中说 秘书长正担忧地 关注伊朗总统莱西飞机事故的报道 他希望总统和随行人员平安 科威特外交部 我们担忧地密切跟踪 有关在由伊朗总统和随行代表团的直升机的报道 科威特祝愿他们平安 并在此关键局势中对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表示支持 俄罗斯外交部 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瓦 在俄罗斯新闻社发布的评论中说 俄罗斯准备提供搜寻失踪直升机 并调查事故原因的所有必要帮助 沙特外交部 外交部声明说 沙特阿拉伯王国确认 在这些困难的情况下 支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并准备提供任何伊朗需要的协助 声明还说 沙特政府正极为关切地 跟踪有关来西直升机的新闻报道 土耳其 土耳其外交部 在声明中说 我们希望伊朗官员平安健康 包括伊朗总统莱希和外长 侯赛因·阿布杜拉西扬 土耳其灾难和紧急管理局说 伊朗要求土耳其提供一架 夜市搜救直升机 卡塔尔外交部 外交部一名发言人在声明中说 我们对有关伊朗总统直升机经历 困难硬着陆的事故 表达卡塔尔国的深深关切 我们确认卡塔尔国准备提供 所有形式的支持 以寻找伊朗总统的飞机 我们对伊朗总统外长 和他们的随行人员的平安 表达卡塔尔国的祝愿 欧盟委员会委员会危机管理专员 亚内兹·莱纳契说 因伊朗要求 欧盟委员会已经启动 其卫星地图服务 来协助搜救努力 戈白尼紧急管理服务 Copernicus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Service 提供卫星照片产品 美国国务院 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在声明中说 我们正密切关注伊朗总统 与外乘坐一架直升机 可能发生硬着陆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 拜登总统发言人卡林 让皮尔·卡尔在空军一号 对记者说 总统已经接到情况报告 他没有详细说明 阿塞拜疆总统 来塞定与阿塞拜疆的边境 返回时发生坠机的 我们今天同到访的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 莱西友好告别后 对载有这个高级代表团的 一架直升机 在伊朗坠落的消息深感不安 我们为总统莱西和随行代表团 向珍珠祷告 阿塞拜将共和国 作为邻居、朋友和兄弟国家 随时准备提供任何需要的援助 伊拉克政府 伊拉克政府在声明中说 已经指示其内政部 红星月会和其他相关机构 向邻国伊朗提供搜索使命的帮助 本文依据了路透社的报道 莱清德就知台湾总统 将如何影响欧洲对台关系 美国之音中文网 在莱清德5月20日宣示就任台湾总统之际 国际社会普遍高度关注台湾新一届政府 在他的领导下将如何处理日趋紧张的台海两岸关系 欧洲国家大多期待赖清德政府能够延续蔡英文时期相对稳健的两岸政策 以及过去四年台欧合作势头 然而不同欧洲国家对台政策存在明显差异 并且受到各自国内政局变动的影响 朝小野大限制赖政府两岸政策选项 莱清德在今年1月13号举行的台湾总统大选中顺利当选 但其领导的民进党在同期举行的立法院第11届立法委员选举中 失去国会多数地位 赖政府将面临朝小野大的格局 受到在野势力 中国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撤走 在此形势下 专家预计两岸关系不会发生巨变 中欧亚洲研究所执行所长马泰西马尔齐克向美国之音表示 最近国民党对台湾通过捷克非政府组织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进行审查 就体现出朝小野大对赖清德政府施政造成的不利局面 未来涉及两岸政策的议题 也可预见类似的服怨制衡 维持现状的政策选项符合台湾社会主流民意 台湾陆委会和国立政治大学的民意调查显示 超过八成的台湾受访者表示 支持在可预见的未来维持现状 虽然他们对台湾最终地位的设想不尽相同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庄家颖向美国之音表示 在民主制度中 八成以上的支持率已经挤进于全社会的共识了 无论赖清德过去说过什么 民进党都不会偏离这一主流路线 这是一个简单的选举考量问题 蔡规赖水注意欧洲对台政策连续行 相较其前任蔡英文 赖清德在其从政之路上一直更清晰地主张台湾的主权独立地位 这引发了外界对于赖清德政府是否将在两岸路线上改弦更张的关注 他曾因为在台湾立法院公开表示自己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而遭到北京的强烈抨击 并且一直被北京视为顽固的台独分子 不过在本届总统竞选活动中 赖清德多次表示 他若当选将延续蔡英文时期既已形成的两岸路线 没有必要也不会推动法理台独 他说没有必要宣布独立 因为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他的名字叫中华民国台湾 当选总统后 赖清德宣布退出新潮流派系 台湾驻美代表于达迪 最近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的一场座谈会上表示 赖清德已经非常清楚地说过 在台海两岸关系及国际关系上 他将遵循蔡英文总统相同的道路 欧洲国家普遍期待台海维持稳定 关于赖清德政府上任后的两岸关系 及欧洲对台对华关系 意大利汉学家弗朗西斯科·西西 向美国之音表示 我相信总的来说 各方都会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 他说欧洲国家的基本原则 当然是不会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 采取军事手段武力攻台 但同时他们也不会支持台湾内部的台独浪潮 至于欧洲国家对台具体政策 他认为目前还没有确定 因此观察台海政治在可预见的未来 如何演变至关重要 分析认为台两岸政策猜归赖随 有助于台海维持稳定 有助于欧洲国家对台政策连续行 亦有助于延续蔡英文政府任内台欧关系升温势头 中欧亚洲研究所的西马尔齐克判断 过去四年台欧关系迅速改善了势头 有条件在蔡规赖随的形势下得到延续 从赖清德的言论来看 我们可以预期蔡英文的政策将会延续 即通过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来确保台湾的国际地位 德国莫卡托中心分析师克劳斯颂 也向美国指引表示 基于赖清德将遵循蔡英文维持现状 而不宣布独立的政策 预计欧洲对台政策将保持不变 欧洲国家对台政策的差异和变动 在蔡英文政府任内 台欧关系出现显著积极进展 台欧非正式关系的空间不断扩展 其中原因包括中欧关系持续紧张 欧洲对华采取去风险政策 台欧在加强半导体供应链韧性方面的 经济合作机会等等 庄家颖说 鉴于欧洲愈发意识到 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性 以及欧盟和台湾在价值观上的一致性 欧盟对台湾问题的关注正在日益增加 与此同时 美国对台支持力度也创历史新高 不过欧洲主要国家对台政策 与美国相比总体上更显审慎 更为明确地遵循一中政策框架 莫卡托中心的克劳斯宋说 美国和欧洲在对台关系上的做法 存在微妙但显著的差异 庄家颖认为 其中的原因之一 是由于台湾问题在欧洲的优先事项中 不是那么靠前 另一个原因是 关于是否应该出于自身经济收益预期 而满足中国在台湾问题上 对欧洲提出的要求 欧洲国家内部存在激烈的争论 美欧对台政策差异 在法国追求战略自主的对华政策中 就可见一斑 法国不仅主张维持台海现状 而且试图避免卷入美中紧张局势升级 2023年 法国总统马克龙 结束对华国事访问的回程航班上 一度表示 法国不应陷入不属于我们的台海危机 不同欧洲国家的对台政策也存在着差异 相对于法国 德国对台政策就较少战略自主色彩 德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但也承认台湾是重要的贸易伙伴 并支持台湾在具体问题上参与国际组织 荷兰则主张通过欧盟机制处理涉台问题 例如达成维护台海稳定的联合声明 而在俄乌战争的背景下 波兰和台湾的关系近期呈现出升温势头 波兰已成为台湾援助乌克兰的渠道之一 过去一个时期 立陶宛、捷克等部分中东欧国家 不惜与北京关系恶化的代价 一度成为欧盟内部最直言不讳支持台湾的国家 中欧亚洲研究所的西马尔齐克表示 中东欧国家成为台欧关系升温的一大推动力 举例来说 根据欧盟台湾追踪项目收集的数据 中东欧国家和台湾的互动 几乎占到欧盟与台湾之间所有互动的六成 2020年 捷克参议院议长维斯特奇尔 与布拉格市长赫日布等访问台湾 引发北京强烈反弹 2021年 朱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成立后 中方召回朱立陶宛大使 并将两国关系降低为代办级 朱立陶宛大使馆也更名为朱立陶宛代办处 中立双边关系的这一变动 在整个中欧关系中极不寻常 但是 中中欧地区也包括整个欧洲最为亲中的国家 例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不久前结束访问的塞尔维亚和匈牙利 而那些格外亲台的中东欧国家 会否延续其友台政策 也受到其国内政局变动极大影响 例如2020年大选后 斯洛伐克一度成为欧盟内部的挺台先锋 但2023年大选后 亲北京的政党重新执政 导致该国对台湾的态度再次发生转变 又如立陶宛现任总统吉塔纳斯·脑塞达 日前在接受立陶宛媒体采访 使T2可能改变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名称 伊朗连夜搜寻 载有总统和其他官员的坠毁直升机 美国之音中文网 伊朗说 救援人员星期天 在伊朗西北部连夜搜寻 载有总统和其他高级官员的坠毁直升机 总统伊布拉辛·莱西的命运依然不明 伊朗国家媒体说 这架直升机星期天早些时候 在东阿塞拜疆省的恶劣天气中坠毁 总统莱西、外长尹·阿布杜拉西扬 和两名其他官员当时搭乘这架直升机 从邻国阿塞拜疆返回伊朗 他们在阿塞拜疆同总统伊利哈姆·阿里耶夫 共同参加了一个水坝项目的揭幕活动 伊朗媒体说 共有三架直升机载着伊朗官员 从阿塞拜疆返回伊朗 他们参加了两国界和阿拉斯河上的 阿法林和加拉西·基斯格拉西水电站的揭幕活动 这两座水电站位于阿塞拜疆的加布拉伊尔地区 和伊朗东阿塞拜疆省之间 伊朗国家媒体星期六报道 莱西会前往边境地区参加这个揭幕仪式 阿里耶夫在坠机后在X平台上张贴声明说 他对莱西直升机坠毁的消息深感不安 作为朋友和兄弟国家进行祷告并提供协助 伊朗媒体说 由于当地大雾,事业有限 救援人员正试图徒步抵达坠机现场 伊朗宪法说 如果总统死亡或丧失行动能力 将由第一副总统临时接任 并在50天内举行新的总统选举 穆罕默德·穆赫贝尔目前担任第一副总统 伊朗总统服从伊朗最高领导人阿里·哈梅内伊 后者对国家事务拥有最终权利 居住在德国的独立伊朗记者和研究员塔勒比 星期天在美国之音波斯语组的电视采访中说 如果莱西死亡 伊朗伊斯兰统治者可能会宣布 他死于主要外部敌人以色列和美国的违规行为 因此为烈士 没有违规行为的证据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说 华盛顿正密切关注伊朗坠机的报道 发言人说 我们此刻没有进一步的评论 报道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的 美国之音多媒体记者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焦点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报信子 今天我们将带您关注台湾新总统赖清德的520就职演说 赖清德在演说中表示将延续前总统蔡英文的施政方针 并将努力在推动与美国关系以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之间找到平衡 此外 我们还将看看赖清德如何应对中国的持续威吓和台湾内部政党争斗的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新周网报道 台湾第16任总统赖清德与副总统萧美琴于周一上午9时在总统府宣誓就职 司法院长许宗立监事 立法院长韩国瑜授予赖清德中华民国之喜 荣典之喜 总统之印 及总统之章 并授予萧美琴副总统之章 卸任总统蔡英文上午8时45分向友邦元首等外宾卧别 随后陪同赖清德与萧美琴进入总统府大礼堂参与宣誓就职典礼 赖清德上任后签署了第一份公文 任命卓荣泰为行政院长 吴钊燮为国安会秘书长 潘孟安为总统府秘书长 并主持了他们的宣誓就职典礼 新周网进一步报道 新任总统赖清德与副总统萧美琴完成宣誓仪式后 蔡英文、赖清德、萧美琴三人并肩步出总统府 站上府前广场舞台 向民众挥手致意 萧美琴一度感性失泪 蔡英文则微笑走上前与她握手致意 根据ET Today新闻云和TVBS新闻报道 待蔡英文离府后 赖清德将签署行政院长及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任命令 随后进行各部会首长的宣誓典礼 最后是外宾致贺环节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台湾第16任总统赖清德 即副总统萧美琴的就职典礼 于5月20日上午隆重举行 这次典礼吸引了来自51个代表团的508名外宾参加 他们不仅见证了新一届领导人的宣誓仪式 还参与了相关的庆祝活动 赖清德和肖美琴的就职典礼标志着台湾政坛的新篇章 特别是在全球观的 注入的背景下 这次典礼更显得意义非凡 自由亚洲电台也借此机会 推广其新版风Siphon3软件 帮助用户绕过网络封锁 获取自由资讯 明报指出 赖清德和肖美琴的就职典礼 在台湾总统府大礼堂举行 赖清德在蔡英文的陪同下进入会场 并在立法院韩国瑜的电件架宣誓就职 仪式结束后 赖清德和肖美琴陪同卸任总统蔡英文离开总统府 完成了政权的平稳交接 整个过程庄重而有序 象征着台湾政治的稳定和民主的延续 明报的报道不仅关注了典礼的细节 还强调了赖清德和肖美琴 对未来台湾发展的承诺和期待 新岛日报 台湾领导人赖清德与副领导人肖美琴 于今日上午正式宣誓就职 在庄重的就职典礼中 立法院长韩国瑜亲自授予赖清德应喜 象征新一任领导人的正式上任 上午9时15分 赖清德与夫人及肖美琴陪同前总统蔡英文离开总统府 蔡英文与赖清德、肖美琴 一同登上府前广场的庆祝大会舞台 向民众挥手致意 肖美琴在这一刻感性是泪 场面温馨感人 府前广场上军方联合乐一队的精彩演出和空军雷虎小组 以蓝、白、红三色彩烟飞跃总统府上空 为新任领导人献上祝福 中央社 第15任总统蔡英文今日正式卸任 她身穿灰色知性套装 参加第16任正副总统赖清德与肖美琴的宣誓就职典礼 典礼结束后 赖清德与肖美琴亲自送别蔡英文 肖美琴在送别过程中眼眶泛红 感性失泪 赖清德和肖美琴在总统府内就职 赖清德以新认同的身份欢送蔡英文 象征着传承与交棒的身 刻意义 蔡英文在上午9时23分搭车离开总统府 脸上挂着轻松愉快的笑容 不断向送别人员挥手 现场充满了感动与不舍 新岛日报 台湾新任领导人赖清德与肖美琴 今晨9时正式宣誓就职 典礼结束后 前总统蔡英文由赖清德与肖美琴陪同 登上总统府前广场的庆祝大会舞台 向民众挥手致意 肖美琴在这一刻感性失泪 场面温馨动人 蔡英文随后返回正大门车厅 登车离府 府前广场上 军方联合乐仪队的演出 和空军雷虎小组以蓝白 轰三色彩烟飞跃上空 还会有运输直升机吊挂巨府国旗 通过上空 为新任领导人献上最诚挚的祝福 中央社 在庄重的宣誓仪式中 赖清德和肖美琴正式成为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和副总统 整个过程充满了历史的重量和情感的波动 立法院长韩国瑜依次授予赖清德象征国家最高权力的中华民国之喜 荣典之喜 总统之印和总统之章 宣誓仪式结束后 赖清德和肖美琴陪同卸任总统蔡英文离开总统府 在这庄严的时刻 肖美琴眼眶泛红 显露出与蔡英文身后的公益和私交 她在向蔡英文挥手告别时不禁一度逝泪 这一幕让人感受到权力交接背后的深情厚意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天大新闻节目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全球局势的最新动态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并发表联合声明 尽管声明强调中俄不结盟也不针对第三方 但其中大篇幅批评了美国 这显示出中俄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一致 这种局势让东西方阵营化的趋势进一步明显 而在普京访华前 美国也对中国施压 要求不要支持俄罗斯的军工产业 可以预见东西方之间的外交博弈将会更加激烈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一动态的进一步发展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娱乐圈的最新动态 香港演艺圈的好闺蜜荣祖儿与TWINS 蔡卓妍和钟星彤近日随中国大陆旅行综艺 因为是朋友呀第二季来到新加坡录制节目 三人在滨海湾金沙酒店接受了新加坡媒体的访问 分享了他们在新加坡的趣事 荣祖儿还妙问新加坡是否有一个艺术总监在设计 展现了他的幽默感 此次新加坡之行让三人感受到了轻松愉快的氛围 期待他们在节目中的精彩表现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项科学领域的重大突破 复旦大学的邵志诚博士领衔的团队 成功复活了冷冻长达18个月的人脑组织 这一成就已经登上了国际权威的塞尔子坎 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全新的冷冻保存方法 能够让脑细胞在冷冻解冻后依然存活 这个突破让人们看到了未来 在医学和宇航领域的无限可能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联合早报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并发表联合声明 此次访问显示出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 在西方压力下依然坚固 尽管联合声明中强调中俄不结盟 且不针对第三方 但大篇幅批评美国的内容 反映出中俄在国际形势上的一致看法 美欧试图在俄乌战争问题上 逼迫中国选边站的策略 可能适得其反 进一步加剧东西方阵营化的趋势 中国在面对西方集团的巨大压力时 虽然在强化对俄合作 但也努力保持外交独立空间 避免与西方关系全面恶化 尤其是在经贸利益方面 中国需要输入俄国的能源 但更需要西方集团的出口市场来拉动增长 今日华尔街报道 习近平的访欧形成 并未能有效改善中欧关系 反而因普京的核讹诈 效应大打折扣 中国安排彭丽媛随行访问法国 试图通过魅力攻势增进中欧关系 但普京在此期间的战术核武军演 使得中国的外交努力瞬间被俄国粉碎 普京此举不仅是警告法国不要参战 更是警告中国在俄乌战争的立场上 不得退让 强调无上限的中俄关系 俄国通过捆绑中国在非洲的地缘政治利益 和提供天然气等资源 使中国成为其战争机器的长期饭票 中国在法俄之间的利益博弈 和在欧洲的战略布局 实际上也在为俄国的利益服务 联合早报 在香港演艺圈中 荣祖儿与TWINS的蔡卓妍 阿萨和钟星彤 阿娇被视为好闺蜜 三人于三月来到新加坡 录制中国大陆旅行综艺 因为是朋友呀 第二季 并在滨海湾金沙酒店 接受了媒体采访 荣祖儿自认是团队中的气氛担当 总能带动氛围 而阿萨则表示 好朋友一起出游 会给彼此空间 尽管新加坡天气炎热 三人都积极参与户外拍摄 并分享了各自的房属心得 荣祖儿还提到 希望有机会在访新加坡 体验更多景点 他们在节目中展示了 真实的生活状态 并强调了友谊和互相支持的重要性 联合早报 最强大脑 作为中国引进的科学竞技真人秀 曾因其脑力竞技和天才展示 而广受欢迎 但也经历了不少争议 2019年第六季中 云之队的队员指控队友作弊 引发了舆论风波 甚至牵扯出节目组的内部矛盾 和出轨丑闻 导致科学家魏昆凌退出节目 尽管如此 节目依旧吸引了许多观众 第十季还请回了人气选手 王玉恒担任脑力见证官 新一季节目中 赛制设计引发了一些质疑 但节目依然通过紧张刺激的比赛 和明星嘉宾的加入 继续探索脑力竞技的魅力 联合早报 中国作家媒体人许志远 在疫情期间选择在东京 开设了一家独立书店 名为单项街书店 致力于文化与思想交流 许志远希望通过这家书店 证明中国人 对全球化和多元价值的追求 他认为 书店不仅是一个文化象征 还需要具备商业能力 才能持续经营 许志远在东京开店的经历 让他更加理解 历史人物梁启超的选择与困境 而他也计划研究 明末清出文人李渔 探索其在动荡时代中的 乐观与创造性 许志远表示 希望未来能在新加坡 开设单项街书店 成为国际性的知识交流平台 香港电台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在耶路撒冷 与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哈内格比 及总理内塔尼亚胡 举行会谈 讨论加沙战争问题 白宫表示 沙利文强调以色列 需要将军事行动 与政治战略结合 确保打败哈马斯 释放所有人质 并为加沙带来更美好的未来 然而 在沙利文访问期间 以军继续轰炸 加沙中部努塞赛赖特难民营 导致至少31人死亡 20人受伤 目击者称 空袭使住宅完全被炸毁 许多遇难者遗体 仍埋在废墟下 此外 以色列媒体报道 内塔尼亚胡 在与战事内阁成员甘词 和艾森科特的会议中发生争执 甘词批评 内塔尼亚胡 对谈判工作的不满表情和身体语言 而内塔尼亚胡 则拒绝接受任何导致战争结束的建议 网络媒体报道 复旧大学邵志诚博士团队 在低温冷冻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成功复活了冷冻长达18个月的人脑组织 这一成就已登上国际权威期刊SEL子刊 邵博士团队发明了全新的冷冻保存方法 MEDY利用人类胚胎干细胞 培育出大脑类器官 并在冷冻解冻后监测其生长和细胞死亡情况 研究发现 有钾基纤维素 以二纯DMSO和Y27632组成的化学混合物 效果最佳 解冻后细胞死亡最少 生长更多 实践中 使用MEDY冷冻并解冻的脑组织 保持活跃状态至少两周 英国博明汉大学的 Joe Al Pedro Margulies教授 对此成就表示震撼 预言未来绝症患者和宇航员 可被冷冻等待医学突破 或前往其他星球 网友们纷纷惊呼 三体成真 中央社报道 今天凌晨4035分 台南市发生瑞士规模4.2的地震 震源深度16.9公里 震央位于台南市政府东北方43.3公里的南西区 此次地震最大震度为台南市和嘉一县的三级 尽管震感明显 但目前尚未有重大灾情报告 居民被提醒注意于震可能带来的影响 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 明报 商务部发布公告称 将对原产于欧盟 美国 日本及台湾地区的进口工具具驱驾权展开反倾销利案调查 该材料可替代部分金属材料 广泛应用于汽车配件 电子电器 工业机械等领域 此次调查是应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美业有限责任公司等五家中国化工企业的申请而展开的 商务部经过初步审查确认申请人资格符合相关规定 预计调查将在2025年5月19日前结束 特殊情况下可延长六个月 这次反倾销调查是对美欧近期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一种回应 显示出中方在国际贸易中的强硬态度 明报 瘦小利已出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局长 接替前任局长陈文俊 瘦小利此前担任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局副局长 是一位资深人士 曾在中宣部对外新闻局任职 帮助推动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他在国新办发布会中经常担任主持人 与记者保持密切沟通 这一任命显示了 对瘦小利在新闻发布和对外宣传工作中表现的认可和信任 明报报道 华南地区近日遭受暴雨侵袭 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 预计广西南部广东南部等地将有大道暴雨 甚至局部特大暴雨 广西沿海地区特别严重 防城港出现水净 部分村庄被淹明宅净水 根据广西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的统计 强降雨已使超过35,260人受灾 官方紧急疏散了554名民众 其中南宁转移231人 青州转移295人 气象部门提醒 南海季风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作用 将带来更多降雨 公众需防范 可能引发的山洪 地质灾害和城乡水净等灾害 神舟18号载人飞船上月26日升空 携带四条斑马鱼和金鱼藻进入中国太空站问填舱 明报报道 经过20多天的在轨实验 科研人员发现斑马鱼在微重力环境下出现腹背颠倒游泳 旋转运动等定向行为异常现象 航天员两次采集水样和更换鱼耳盒 科学家将利用这些样本研究空间环境对脊椎动物生长发育 与行为的影响 此次实验不仅为脊椎动物在太空中的生长提供了新的数据 也为未来空间密闭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研究提供了支持证据 广东省是中国荔枝的主要产区占全国总产量的约6成 然而去年暖冬和今春的多余天气对荔枝生长造成了巨大影响 《明报》报道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陈厚斌预计 今年全国荔枝将减产45% 广东荔枝更是减产超过50% 广东省气候中心数据显示 上月广东平均降雨量为497.7毫米 是有记录以来最多雨的4月 冰雹和龙卷风等极端天气频发 使得荔枝生产面临严峻挑战 茂名的丽农下书表示 今年荔枝产量可能只有去年的两成 白糖应不到两万斤 贵味更是一点都没有 他感叹今年能吃到荔枝就不错了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焦点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包姓子 今天我们将为您带来三条重要新闻 首先是关于台湾反对党 在赖清德就职前夕的抗议活动 数千名反对党人士聚集在台北抗议 手持象征空投支票的巴勒 表达对执政党的不满 这场抗议活动展现了台湾政治的多元与活力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赖清德就职台湾总统后 如何影响欧洲对台关系 尽管赖清德在竞选期间被视为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但他表示将延续蔡英文的两岸政策维持现状 这一态度可能有助于欧洲国家对台政策的连续性 进一步巩固台欧关系 最后我们来看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对新政府的期望 朱立伦在赖清德就职前夕表示 如果新政府没有改变 国民党将强力推动改变 他提出了三要和三不要的期望 希望新政府能在国家力 亦民意倾听和两岸和平方面有所作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国之音中文网 台湾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即将宣誓就职 但在此之前 数千反对党人士在台北的民进党总部前集会抗议 表达对执政党的不满 这些抗议者大多为民众党的支持者 他们手持象征空头支票的巴勒 表示对当前政府的不信任 赖清德在台湾总统大选中顺利当选 但民进党在立法院选举中失去多死 数地位 导致赖清德政府面临朝小野大的局面 可能在施政上受到在野党的撤肘 尽管如此 专家预计两岸关系不会发生巨变 维持现状的政策选项符合台湾社会主流民意 美国之音中文网赖清德的就职 引发国际社会对台湾新政府 两岸政策的高度关注 尤其是欧洲国家 虽然赖清德曾公开表示自己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但在竞选期间 他多次表示将延续蔡英文的两岸路线 不会推动法理台独 这一立场有助于台海维持稳定 并延续过去四年台欧关系升温的势头 欧洲国家普遍期待台海稳定 意大利汉学家弗朗西斯科·西西认为 欧洲国家不会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 采取军事手段武力攻台 但也不会支持台湾内部的台独浪潮 中欧亚洲研究所的西马尔齐克判断 赖清德的政策将延续蔡英文的路线 通过寻找新的合作伙伴来确保台湾的国际地位 明报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赖清德肖美琴宣誓就任前夕 向新政府表达祝福与期望 但同时警告称 如果新政府没有改变 国民党将强力让改变发生 朱立伦在Facebook发文 提出对赖清德的三要和三不要期待 强调国民党将扮演好强力监督的角色 对反改革、反进步的恶斗 不会再温良攻减让 他引用美国前统杜鲁门的名言 表示历史会给予公允评价 朱立伦还批评民进党违背初衷 未能实现朝野和解 反而进行文攻武斗 背弃了国会改革的长期期盼 明报报道 台湾第16任总统及副总统就职典礼 今日隆重举行 吸引了来自欧美日等地的 508名外宾出席 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代表团 显示出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 即将宣誓就职的赖清德 在接待外宾时 特别强调两岸和平共融的重要性 并希望通过创意外交 让外宾更深入了解台湾文化 赖清德的就职演说 将以打造民主和平繁荣的台湾为主题 继续蔡英文的政策立场 展现台湾在面对大陆统战时的团结与自信 新岛日报报道 赖清德在就职前夕 重申将维持台海现状 并在就职演说中强调 积极贡献世界 不卑不亢 维持现状 追求两岸和平共融 赖清德和副手萧美琴 还邀请外宾体验台湾的吊虾文化 以展现台湾的友善与多元文化 在演讲中 赖清德将依循蔡英文提出的四个坚持 并提出四大和平支柱 希望通过强化民主任性 结合民主盟友 持续担当区域和平稳定的贡献者 然而台湾学者严震生对此并不乐观 认为赖清德上任后 两岸关系仍将面临严峻挑战 星岛日报报道 赖清德的就职典礼吸引了大量民众 前来观看彩排 现场气氛热烈 彩排活动包括 新旧领导人交接仪式 文化艺术表演等 展示了台湾丰富的文化多样性 此次典礼共有51团508名外宾参加 包括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遗双 安倍招会在内的 37名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 创下历史记录 赖清德在就职演说中将强调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性 并呼吁各国继续支持台湾的民主自由 自由时报报道 台湾新总统赖清德上任 继承蔡英文的遗产 继续推动台湾的民主和自由 蔡英文任内显著提升了台湾的国际形象 并建立了广泛的国际伙伴关系 赖清德承诺保护台湾的多元文化和语言 包括原住民和移民的权益 台湾的民主进程经历了日本殖民和白色恐怖时期 逐步走向民主化 成为亚洲LGBTI plus权力保护最完善的地区之一 台湾与澳洲等民主国家共享价值观 面对全球民主价值观的挑战 赖清德强调通过深化民主来应对威胁 台湾在地缘战略和经济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尤其是作为全球先进晶片的主要生产地 澳洲和其他合作伙伴可以通过多方面合作 帮助台湾融入区域和全球体系 维护其安 全和稳定 另一篇自由时报社论指出 赖清德接任总统面临内外挑战 蔡英文在过去八年中 成功推动了国家、社会、经济和国防的转型 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 然而 赖清德的执政之路并不平坦 特别是在两岸关系和国会方面 中共对民进党政府的敌意持续存在 两岸关系紧张 国台办要求赖清德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和放弃台独立场 但赖清德已明确表示将延续蔡英文的路线 不会接受这些条件 内部挑战方面 赖清德面临蓝白河流下的国会压力 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冲突加剧 赖清德需要通过清晰的论述和理性说服民众 才能获得多数支持 克服执政挑战 联合报的报道中 学者认为赖清德在就职演说中 不会提及九二共识 而是维持两岸现状 强调健康有序的互动 学者指出 两岸关系的重启可能要等到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后再看 但将大学教授李大中认为 赖清德的演说基调将将与外界预期一致 强调在对等尊严状态下的两岸交流 尽管赖清德可能会向对岸释出善意 但幅度不会太大 台大研究员尹力乔分析 赖清德的演说内容将秉持对等尊严 善意不便 追求让人民满意 美国安心 并向北京坚持底线 联合报 赖清德总统今天上任 两岸关系会如何发展 引发广泛关注 淡江大学荣誉教授赵春山表示 关键在于赖清德的就职演说和大陆的反应 赖清德需摆脱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标签 尽管他在两岸事务上的自主空间 比蔡英文更小 赵春山指出 520后两岸需要一段磨合期 赖清德面临许多困难 特别是过去八年两岸几乎没有交流 赖清德让郑文灿担任海基会董事长 某种程度上显示了他希望与大陆打交道的意图 然而 如何互动仍取决于赖清德的意向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舒培表示 赖清德会延续蔡英文的对中态度 秉持对等尊严互惠的原则 不排斥与中国交流 国民党议员秦慧珠则认为 赖清德不会像蔡英英文 文那样让两岸关系紧张 近期两岸态度似乎有所软化 赖清德可能会在这个领域寻求得分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